第271章送上门的造化,军天强压内心的狂喜情绪,他静坐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双手频繁解映,打出一连串震天映,与震源仙伏展开沟通。 不过震源仙伏隐藏得极深,短时间他没有扑捉到位置,只能疯狂打出震天映,身躯挣腾着道痕,气势无限强盛起来。 轰某,军天选择激活了提甲,问鼎灵胎境界,演绎十八重楼。 这一刻,他的双臂划破长空,闪耀出恐怖的光束,撕裂了云层,进而透发出恢弘的威压,震天震地,无所不能。 这片大地都在颤动,军天如盘坐在天地兼备万灵共尊的王者,双掌托住的硬爵蒙蒙出震天奥义,打下来足以崩坏河山。 这就是震天映,号称可以制衡天秤起源者的大神通。 苏长青双目大征,道家天胎都被短暂压制,当然这是大道带给他的错觉。 军天虽然接触了大道,目前终究不是入道级,更没有资格演化出完整的震天映。 出来吧,军天极致复苏,震天映与震源仙服产生了共鸣,茫茫虚空在扭曲与幻灭,巨大的仙雀世界若隐若现,仿佛诸神的殿堂悄然间显化。 真的是震源仙服,张大炮他们狂喜到了极点,威额的紫金仙服看起来有些不真实,似乎漂流在另一个时空中,渴望不可及。 空谋,军天双目大争,体外燃烧黄金神光,打出了一重接着一重震天映,化作一道接着一道印痕,压向那片时空,与震源仙服的感应越来越强烈了。 隐约间,他要从沉睡中醒来,这让苏长青他们大惊失色,瞬间打出了三口顶尖重宝,悬挂在虚空中,镇压这片时空。 虽说顶尖重宝复苏的动静巨大,不过他们提前以阵法封锁住这片世界,应该不至于闹腾出动静出来。 然而震源仙服的恐怖程度超出他们的预料,三大顶尖重宝在颤立,险些被另一片时空喷吐的盛威给震烈。 不好,他越来越强了,要彻底复活。张大炮惊骇欲绝,他和苏长青、沐昕,各自执掌金龙宝印,黄玉小印,奉尺神锤竭尽所能抗衡镇源仙服的神威。 坚持住,我快要摸索出通往那片世界的门道了,那里应该是镇源洞天的内洞天。 今天既出针龙大挤扔给老六,事实上以他们的战力想要彻底激活顶尖重宝很难,不过在打量生命宝叶的配合下,可以打出重宝神威。 次大顶尖重宝镇守四方,然而镇源仙服喷吐的圣威恐怖了一大截,已经有至高的法则秩序在绽放,威慑诸天,强盛得难以匹敌。 坑枪,同一时间,四口顶尖重宝在颤鸣,简直在被可怕的远古圣人攻击,这让他们从头梁到脚,因为已经有圣威压在面孔上,太胜裂了,无比的压抑与危险。 悟心的情况要好一些,他体内传递出宋精英,挡住了部分圣威的压制,咬牙道,撑住,一旦我们斗剑的防守空间覆灭,大到圣宝神威释放,会直接震动北极。 啊,老六他们都在流血,一个个身躯都要烂掉,神魂都要化开,痛苦到了极点。 很难想象大到圣宝的强盛,不过是些许的圣威压来绝非他们能承受的。 祖长亲口鼻流血,鼻吼道,坚持住,熬过圣威避体,对修行能起到帮助。 他们四个苦苦支撑,扛着行神俱灭的危险,都想要驳出一个未来。 今天盘坐在大地上,继续与震源仙府沟通,他在呈现底蕴,道法,神通,祈求尽快得到震源仙府的认可,打开通往内洞天的通道。 冥冥中,似乎有无上伟力贯穿到机体中,探索他的神魂,躯体,脏腑,以至于都不及到了瓦块。 今天的脸色微沉,但让他惊骇的是,瓦块猛的一颤,长出的植物轻轻摇曳,透出神秘波动,使得震源仙府微颤。 冥天惊,紧紧电火时光间,震源仙府归于瓶颈,同时出现通往内洞天的隧道。 终于,结束了,祖长亲他们齐刷刷瘫痪在地,浑身流血,面容苍白,刚才在鬼门关上走走,他们真觉得刚才死掉了。 冥天震撼,瓦块震慑了震源仙府,提前完成了震源仙府的认可,短暂的沉默过去,他们发出杰斯底里的大笑声,这可是大道圣宝,震源仙府。 举世才有多少件大道圣宝,顶添了二十来件,震源仙府足以排列在前十,这是无价的圣物,沉浮在虚空中,虽然归于沉寂,没有神圣的体现,却让他们发自灵魂的颤力。 这好像是完整的圣宝,沐昕站了起来,他们腰纤细,玉腿修长,象牙般白皙的肌肤闪烁霞光,推测镇源仙府的来历很大,不单单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完整的圣宝,这是什么意思?苏长青他们从大恐惧中走出,吞袭天地精华滋补伤体,都清楚沐昕有很大的来头,说的话很有权威性。 这种事说来就话长了,以后找时间再说,眼下最紧要的是我们虽然找到了真元仙府,但想要炼化圣宝,谈何容易? 沐昕醋眉,车到山前必有路,已经完成了最难的环节,相信可以顺利收走。 军天站了起来,徐侍者坐落在内洞天的紫金仙府,如同巨大的宝殿,布满了亿万重大道仙痕,具有厚重的历史沧桑。 军天距今会神观望,在仙府上洞悉到浩瀚的时空波动,似乎一旦启用镇源仙府,直接就能横渡到东御大地。 军天扎舌,镇源仙府刻录无上的道法奥妙,即便处于沉寂状态,依旧投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沈威。 怪不得动天之主都要折腰,这就是大道圣宝,逆天到了可以镇死动天之主。 军天眼红无比,镇源仙府不是单纯的圣宝,可以理解为修行仙府。 与虚空密府相比,镇源仙府比他珍贵亿万倍。 我觉得这座仙府比我曾经见证过的大道圣宝,还要吓人。 沐昕发出这样的话语,他口中的曾经自然是外面,可见镇源仙府的离谱程度。 苏长青他们伤势痊愈,踏向隧道,走向仙府。 随着临近仙府带给他们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只不过很快他们发现问题, 神灵之眼与金龙宝应可以减弱仙府的威压。 毕竟他们都是镇源洞天的震动宝物,与镇源仙府亲近不值得意外。 紫金色彩的厚重府门布满了大道图,每一张道图对应一位洞天之主。 故此外力打开仙府毫无希望,镇天运也不行, 唯有将洞天之主的令牌放在凹槽中才可以顺利开启。 洞天之主的令牌,去哪里找去? 今天他们傻眼了,九十九关多熬过来了,结果发现是难以挖掘的金山,心情别提多难受。 共有六个钥匙孔,其余的五个钥匙孔能不能理解为五口振动宝物。 老六心神一动,瞳孔射出一道银白光束,流淌到钥匙孔里面,果真反馈出更为痴烈的光芒, 并且钥匙孔化作树眼,射出银光钻入老六的眼球中。 啊,老六发出杀猪般的惨嚎,眼睛被刺穿在流血,精神是海要炸开。 老六痛不欲生,在他的精神是海中,钥匙孔彻底变了, 里面走出一位银色神灵,踏向他流血的瞳孔中。 接着,老六觉得流血的眼睛奇痒难忍,破裂中展开重塑, 当全新的银色瞳孔诞生的瞬间,爆发出银色光辉, 撕裂了虚空。 空某,老六的双眸彻底变了, 蒸腾着恐怖波动,闪耀出一对符文, 化作两道银色神灵,俯视众生。 该不会真的是神灵的眼睛吧? 目星翘脸微变,君天与老六的瞳孔对视, 他但金色瞳孔都刺痛,流出了眼裂,差点瞎掉。 这,君天惊骇,这等于顶尖重宝彻底和眼睛融为一体。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神灵之眼,老六渐渐恢复正常, 道,我们祖上曾经是镇元洞天的副洞主, 现在我继承了神灵之眼,就是副洞主的候选人, 故此得到镇元先府的认可,赐予了完整的神灵之眼。 苏长青连忙将金龙宝印投掷到钥匙孔中, 果真钥匙孔化作巍蛾的龙手, 反馈出一道龙形气体,打入苏长青体内。 公,苏长青全身光芒大胜, 惋惜的是他这一脉和副洞主毫无瓜葛, 故此没有得到洗礼与改造。 但是金龙宝印散发的威能更强了, 化作真龙盘卧在苏长青头上, 俯视八荒石地,具备震撼性色彩。 紧接着,他们以两件钥匙预要开启府门, 惋惜的是府门仅仅震颤了一些就归于平静, 这不得不让人扼腕长叹, 临为一脚就这样失败。 宝乌,被奖励石诸神圣宝耀, 正在外面巡逻的小琴琴冲来, 喷出一道清气打出一副画面, 闪现出金箫狂奔而来的画面。 军天他们迅速撤退, 收走遮天蔽日的防御大阵, 消失得无影无踪。 秋,金箫的速度极快, 身躯横过大地, 冲向阵园仙府。 真的是阵园洞天, 金箫发出一声长啸, 身躯漂浮在隧道之外, 时来运转,时来运转。 不过金箫无比的警惕, 眸子扫向四年八荒, 到家天台运行到极致, 故笑出一片片黄金气浪, 震动茫茫虚空。 这里似乎没有第三方, 金箫不放心取出一系列阵盘打向四年八荒, 形成巨大的防御法阵, 将这片区域全面封印。 做完这一切, 金箫的神情无比郑重, 到家灵开吐出金色古令, 飞向要是孔, 欲要打开阵园洞天。 请亏我早就得得到了洞天之主令牌, 开启阵园仙府就能进入洞天之主考核环节, 以我的底蕴足够了, 金箫低沉的话语回荡在这片世界, 就算震源仙府复苏中吸引天下人前来, 但只要我踏入仙府之内, 大到圣宝都无法攻破府门。 苏长青他们快沉不住气了, 不过发现军天稳如老狗, 顿时不吱声了。 紧接着他们集体脸黑, 令牌果真是假的, 现在的金箫不过是法体, 刚才就被小琴琴识破。 在遥远大地尽头, 短时间又冲出来一位金箫, 他单臂拎着黑色大忌, 神情冷漠, 金发披肩, 神武绝伦。 没有敌人再作局, 看来是我谨慎过头了。 老话说得好, 是我的终究是我的, 不是我的强求不来, 无数次的失之交臂终究 还是落在我之手, 看来我注定是镇源洞天的主人。 金箫热泪盈眶, 张嘴吞走了这一道法体, 贯穿到到家天台内。 接着, 他取出白玉小鼎, 接连开启18重封印, 取出封存在里面的金色古令, 上面刻录着小型镇源仙府的图案。 第272章金箫毕命, 镇源仙府, 未来就是我正道的至宝。 金箫站在府门前, 发出这样的话语, 他显得非常轻松, 俊美的脸颊上完美笑容, 掌握令牌缓缓按像钥匙孔。 今天都快被他折磨疯了, 能不能别继续装模作样了, 本尊快点杀来吧。 马得又是假的, 金箫是这是被坑惨的节奏, 苏长青差点把脑瓜子抓破了, 金箫谨慎得如同老鼠偷吃大米, 非要搞个一波三折确认是否被坑。 这时间, 金箫留意到附近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悬着的心缓缓放在肚皮里。 他神情大变, 冷酷而又可怕, 喷出一片气流, 将藏匿在体内的本尊喷了出来。 空谋, 金箫本尊从天而降, 金色长发披肩, 眸子璀璨如烈日, 充满了同败不可敌的威严。 金箫紧握的黑色大脊裂开内空间, 飘出来一口金色令牌, 璀璨如巴掌大的剑胎, 以雷霆之势插向要失控。 空谋, 电火时光间, 在小情情敌确认下, 军天果断打出了乾坤布袋房品, 土纳间天地颤立, 对准了金色令牌。 不好, 金箫吓了一跳, 他差点被乾坤布袋给吞了进去, 猝不及防之下紧握的令牌脱离他手掌, 飞向远方, 坠落到布袋世界之内。 乾坤布袋的房品, 顶层狠人, 金箫的眼角差点崩出了血, 胸膛猛烈起伏, 这算什么? 天要灭我吗? 金龙大印, 真龙大己, 凤士神锤, 黄玉大印。 次大顶尖重宝镇守四方空间, 更有乾坤布袋的房品高悬在虚空中, 这等何等的组合。 金箫绝望的差点哭泣, 苏长青, 金箫的脸色更为难看了, 他怎么可能在这里? 苏长青身躯高大, 是发乱舞, 见眉入病, 充满麒麟沈威, 每一步走出去都有吼动河山的声音传来。 张大炮个头也极高, 老瓜子正亮, 一身的铜皮铁骨, 身躯笼罩一座巨大的金钟, 隆隆而名, 中波如海。 木心腹若凝之, 身段极佳, 发丝肩, 袖口肩, 都睁腾着五所瑞霞, 体内透出震耳发聩的宋精音, 像是神女的化身飘然而来。 君天白衣圣雪, 从天而降, 单臂拎着真龙大几, 头顶悬挂乾坤不带, 他神秘与强大, 带给金箫的震撼性是最大的。 你究竟是谁? 金箫短暂的恐惧过后, 金色长发乱舞, 吼道, 你我之间到底何怨何仇? 你要如此害我, 如此害我。 金箫的情绪失控了, 蛮神迹台被夺走也就罢了, 现在对方以阵员先辅作局, 引他出来夺走了动天之主令牌。 何怨何仇? 君天缓缓截掉青铜面具, 目出一张清秀俊朗的面孔, 他一身白衣, 挥发飘舞, 一双眸子清澈透亮, 平静注视着金箫。 木星神情古怪, 这张脸看起来格外的眼熟。 你, 是你, 是你, 金箫指着君天面皮狠狠抽动, 他真的没有想到, 顶层狠人和神一样的少年, 都是昔日北极雪原镇走出的蚁虫, 他随时可以拧死的祖上路结灰。 啊, 金箫仰天怒吼, 金发如烈焰在舞动, 瞳孔中闪耀出疯狂的杀意, 直欲猎天。 不得不说他的强大, 到家天胎朦胧出太阳神火, 宋金鹰滚滚绽放, 呈现出红日坠落的画面。 整片夜空都被照亮, 若非这片区域被各类阵法封锁, 一系列密宝镇压, 金箫这一声大吼绝对可以传遍数万里。 金箫, 我们又见面了, 君天淡摩道, 遥想当年你将我囚禁, 是我为蚁虫, 为你足挖掘宝藏, 又妄想将我小妹斩杀。 苏承清精益, 没想到当年的君天经历过这些, 他能活到现在着实不易。 君天的面孔渐渐冰寒, 冷烈道, 我命大一次又一次活下来了了, 但是现在我为刀祖, 你为鲁鱼肉, 这是因果报应, 你可还有什么遗言吗? 哈哈哈哈, 金箫大笑出声, 你为刀祖, 你有什么资格与我一战, 不过是祖上路的一片劫灰, 我金箫就算是今日战死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空某, 君天气势大变, 踢甲构建而成的内世界龙龙转动, 投射出一片宏伟的建筑物, 漫天穹楼玉宇悬挂, 城在大道, 环绕瑞霞。 咚咚咚, 君天向前走来, 分明是一个人向前迈步, 群山大跃却被震动, 像是万座火山在爆发, 铺天盖地地压向金箫。 十八重楼, 金箫的目光惊骇, 他竟然修出了这种意象, 彼此如果站立在龙象领域, 显而易见他必死无疑。 当然金箫不会坐以待毙, 潜能极致爆发, 如同龙虎在嘶吼, 十二天当极致运行中, 隐约显化出模糊的十八重楼。 祖长青心惊, 怪不得金箫能以外姓人成为圣子, 原来他的潜能竟然强盛到这等领域, 可以说仅次于蛮尘仙了。 虽然军天的潜能更强, 但一切都是外力, 更没有走出自己的大道路, 根本压不住金箫。 祖上劫灰罢了, 不入道终究不是入道集, 军天就算你有万般底蕴和手段, 休想和我争锋。 金箫怒笑一声, 我说过要和你争锋了, 军天摇头道, 当年我已经斩掉过你一次, 现在我没有心情和你争个高低, 金箫,你纳命来吧。 军天猛冲而来, 双臂紧握真龙大脊, 爆发出两条真龙残影, 扫平了十几座大山, 披向金箫的头颅。 杀,金箫仰天大吼, 黑色大脊抱拥最强神威, 里面沉淀的金家历代强者印记复苏, 连同他的眉心时还闪耀出魂光, 一片金阳洞天的强者印记在复苏。 翁,今天的眉心胜裂, 神魂与元神珠和为一体, 祭出一口小鼎, 震荡出可怕的元神沙法, 挡住了翻腾而来的风暴。 元神,金箫脸色阴沉, 他已经激发出一系列底蕴, 爆发出几十道强者印记, 都有底气斩掉通天境领域的强者。 但是苏长青他们岂能是吃素的, 三大顶尖重宝同时尖压来了, 形成了虚空大风暴, 这片区域彻底沉现。 杀,四大顶尖重宝同时尖镇压而来, 无论金箫打出什么样的底蕴, 一系列的强者印记都在颤历中爆碎, 炸成一片结灰。 苏长青和金箫激烈杀在一起, 短时间狂暴了上百招, 击沉了黑夜, 蒸腾出万众骇浪, 崩坏了乾坤大地。 金箫披头散发, 身上有好几个雪空龙在流血, 已经穿透了他的后背, 显然被麒麟犬给震伤了。 苏长青也负伤了, 比金箫还要重一些, 他重新调整心态, 未来的路还很长, 麒麟血脉还需要深挖, 才能恢复麒麟王的审威。 金箫, 揭我一拳, 张大炮横空而来, 打出真龙九世, 震荡出一条巨大的苍龙, 赤红如雪, 轰得金箫身躯乱颤, 毛孔流血, 骨头渣子都见射而出。 张大炮也被轰了一拳, 护体金钟炸裂, 肉身被打得变形, 差点暴碎在虚空中。 张大炮以前和金箫交过手, 深知到圣子极存在的可怕程度, 若非将他镇压在这片世界, 想要杀他难如登天。 斩, 金天挥动真龙大己, 斩出一条血色真龙, 撞击得黑色大己轰鸣, 镇裂了金箫的虎口, 让其肉身摇动。 一群小人, 以四大顶尖重宝镇压我, 算什么英雄好汉。 金箫亮亮呛呛的, 口鼻流血, 发出凄厉的低吼, 若是单打独斗, 你们一个个都得死在这里。 金箫, 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小人。 老六宁笑一声, 当年军天还是神藏尽领域的时刻, 你们金家调派千军万马去围猎, 那么按照你现在的说法, 你们这一族都是小人, 都该死。 吼, 金箫忍不住大吼, 眼角都崩出了血, 当年要不是金红天拖大, 早就镇压了军天。 那么不管是镇元仙府或者是蛮神祭坛, 现在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时间更不能逆转, 老天更不可能给他第二次机会。 金箫面目争鸣, 望向了老六, 突然怒笑一声, 神灵之眼, 当年你族被我涂灭的一干二净, 没想到还有你这一条漏网之鱼。 啊, 大胖子被戳痛了, 血淋淋的伤疤被揭开, 他的眼珠子血红, 眼角都流出了血泪, 发出悲痛的吼声, 逼吼着恨欲狂。 家族上万人口被涂灭, 全族血流长河, 鸡犬不流, 当年若非他母亲拼死相护, 老六早就不在人世。 爹娘, 族人们, 你们到了吗? 金家已经完了, 金箫也将要死去, 你们在九泉下看着孩儿割掉他的向上人头, 为我族报仇血恨。 大胖子凄厉大吼, 银色瞳孔射出的冷电越发的赤裂了, 都形成了滔天大道符纹, 压向金箫。 杀, 金箫挥动大己撕裂符纹, 俯冲而来, 要避掉老六。 祖长青和张大炮驰援而来, 但是没想到金箫无比阴险, 短时间掉转身子, 运行一门强大的顿地术, 向着木星扑杀而来。 木星瞪眼, 道, 小看公奶奶了是吧, 他攥着凤翅神锤, 气质大变, 如古国公主持恒战场, 粗浅的缩地成寸滑破长空, 出现在金箫的背后。 东, 神锤轰出一条神皇, 扑向金箫的后脑。 不好, 金箫没想到木星如此难缠, 调转身子欲要抗衡的瞬间, 军天也以粗浅的缩地成寸杀来, 挥动真龙大己, 斩断了他的脖颈。 金箫难以抗衡, 两大顶尖重宝向他镇压, 身躯直接按掉了, 脑袋差点被大击给全面割掉。 让我来, 大胖子从天而降, 瞳孔爆发出银色浮路震住了伤残的金箫, 一屁股坐断了他的脖子, 见射雪光。 不, 金箫悲愤嘶吼, 燃血的头颅飞了起来, 无比的悲狂与震怒。 他不甘心就这样终结掉, 神魂翻腾出光芒, 激发动天之主留下的烙印, 想要杀出一条生路。 然而一切都于事无补, 五大顶尖重宝接连压来, 荡破了虚空, 毁灭了一切, 大道都被撕成粉碎。 我不甘心, 一代纵横北极的最强天骄, 金阳动天的圣子强者, 东神州的年轻霸主, 混沌在他朝思暮想的真元先扶府门前。 第273章未来的动天之主, 漫天雪与挥洒, 一代天骄就这样隐憾在真元动天。 君天平静观望着一切, 上一次他在天断山脉截杀金箫, 斩落头颅, 过往的恩恩怨怨已经随风飘散。 自从在拍卖会竟拍下太阳神火, 金箫残魂说出他的本尊坐镇微型动天, 君天就知道当年在北极逼得他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仇家还活着。 当时君天的内心没有翻腾出任何的波澜, 不过在北极在遇金箫, 他的内心还是浮现出过往的种种。 现在斩掉金箫的本尊, 断送了他的大头梦, 君天一时间感慨良多。 对于老六来说, 金家重创, 金箫陨落, 他如是重负, 族人们可以含笑九泉。 金箫就这样完了, 苏长青感叹, 未来的金家更没有翻身希望, 可惜了这口顶尖重宝, 神威大损, 都快要跌落品阶。 木星捡起地上的黑色大戟, 内部的底蕴快要耗尽了。 君天祭出乾坤布袋, 吐出一枚金色古令, 这是历代洞天之主佩戴的身份令牌, 沉淀着盛威, 才智无坚不摧。 镇元仙府重新开启或许会引发很大的动静, 我看为了谨慎起见, 你们快歇养好伤。 已经成功在即, 君天不想节外生枝, 接下来洞天之主的考验不会太轻松, 他盘坐下来调整状态。 一日清晨, 这片区域荡漾出一重重顶尖重宝威压, 遮蔽住内洞天的一切景象。 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 君天神情严肃, 走向隧道, 令牌卡的一下子插入钥匙孔, 整座镇元洞天便是从沉睡中醒来。 空谋, 隐藏在虚空中的内洞天赤裂滚滚, 像是一片紫金色的汪洋在起伏, 横扫六合八荒, 压概宇宙乾坤。 内洞天仿佛化作大道仙洞, 喷吐盛威, 震动四大顶尖重宝, 险些撕开这片防守空间。 镇元仙府彻底复苏了, 朱长青脸色骇然, 说道, 这口圣宝未免太强大, 仅仅是自主流淌在内洞天的圣威, 竟然震动了四大顶尖重宝, 如果真的打出来重宝算什么? 不过是一片劫灰罢了, 镇元仙府, 号称举世最强的大道圣宝之一, 相传洞天之主盘坐在仙府里面, 能打出世间最恐怖的神威。 希望一切顺利, 等待军天掌握镇元仙府, 可以通过仙府控制整片镇元洞天, 这是足以叫板天下的底蕴。 木星他们全力以赴, 取出海量的灵胎石堆积在这里, 催动重宝封锁这片空间。 目前来说, 军天已经走向内洞天中, 盘坐在仙府面前, 府门上面刻录的大道图已经展开了复苏。 空某, 几十张道图, 轰然间化作几十位洞天之主, 盘坐在府门前, 宝像庄严, 神威如海, 像是静坐万载的神奇, 带给人可怕的心灵威压。 这就是镇元洞天的底蕴之一, 四十多位洞天之主留下的印记, 一旦显化如同本体降世, 齐刷刷睁开瞳孔, 审视着面前盘坐的少年。 威压更为恐怖了, 心智不够坚定者会被直接震飞, 军天的身躯微丝不动, 独对一群洞天之主, 一双眸子鼓波不惊。 军天抱援手一, 机体绽放生命本源, 十八重楼显化, 最强状态开启。 以军天的潜能成为洞天之主候选人这不难, 反倒是面前几十道洞天之主, 齐刷刷画作大道秩序, 形态皆有不同。 他与其中一道印记沟通, 新神来到印记世界中, 看到了洞天之主盘坐在天地之间, 如同化作大道的载体, 遮蔽了苍穹, 神威浩瀚无穷。 军天心经, 这是洞天之主的无上大道在显化, 印记挤满了一方世界, 再发出难以抗拒的神威, 笼罩他的身心。 从这一刻开始, 军天要随着洞天之主展开修行, 都聆听到了镇元经的颂读之音。 军天明白了, 府门上刻录的皆是洞天之主的道, 如果能参悟出任何一道印记, 就能成为候选人。 好大的造化, 有了这些印记想不成为强者都难。 军天不由得感慨一声, 紧接着, 他与第二道印记沟通, 这是一位精彩绝艳的女子, 曾经念冠天下, 自荣爵士, 潜能无双, 正上洞天之主, 在府门前留下了传承印记。 每一道印记承载的道法秩序都是不同的, 能悟透一个未来都能成为叱咤天下的英姐, 更别说其他的印记了。 军天一个接着一个进行观望, 与印记展开共鸣, 揣摩他们的道法。 他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盘坐在府门前, 沉醉在大道印记中, 背对众生。 时间悠悠而过, 等待军天全面醒悟, 四十多道印记全部都观望过, 得出一个结论, 千万道法都能归一, 都可以演绎出镇远金。 糟了, 军天内心一颤, 这段时间他观望传承印记不可自拔, 从而遗忘了时间。 不过, 当他偏过头就发现苏长青他们安然无恙, 没有任何的焦虑, 反而对军天的回头感到诧异。 军天想到了什么, 内心泛起惊涛骇浪, 问道, 时间过去多久了? 差不多才一天, 苏长青回应, 皱眉道, 你怎么清醒了, 考验不至于这么快通过了, 难道生命起源路没有资格修行正远金? 什么才一天, 我盘坐在这里, 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军天的话语如同惊雷乍响在他们耳畔, 老六他们皆是目瞪口呆, 内冻天一个月, 外面才过去一天。 这比例有些吓人了, 苏长青扎蛇, 道, 大道圣宝的确可以减缓时间流逝, 这也是圣子及存在成长迅猛的原因之一, 没想到镇元仙府更为变态。 军天惊喜无比, 他现在缺少的就是时间去积累道法, 要是能在这里修行个十年八年, 必然能将万道路梳理出来。 哈哈哈哈, 今天放声大笑, 此时多道通天之主印记, 本就是相当逆天的造化, 将他们全部梳理出来, 对于生命起源, 对于起源今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帮助。 老六咧着大嘴, 等于凭空多出的时间, 更何况在大道圣宝里面闭关。 别笑了, 赶紧的, 祖长青催促, 他们都想入内修行, 争取来之不易的机会, 追上圣子及的强者。 翁, 军天推动起源今, 以肉身为载体, 与其中一道印记展开深层次的沟通, 眼下成为候选人是最要紧的。 接着, 他在以起源今为载体的根基下, 推演这一道印记的道法传承, 聆听道正元今。 赤字片语的音节, 弘大如冤, 震耳发聩, 一重接着一重不断袭来, 如同洪涛闯入精神石海, 在原神的配合下参与速度更为变态了。 军天的悟性本就惊人, 再加上时间流速, 他全新投入到悟道中, 再一次遗忘了时间。 时间悠悠而过, 但在这里不存在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说法, 可以尽情地挥霍, 积累底蕴。 外面过去了三日, 苏长青他们累得不行了, 不过军天的变化甚聚, 体内传出宋精英, 肉身如同化作模糊的万道树。 万道树上长出了万片叶子, 对应万道, 上面悬挂着军天采摘得到的大稻果实, 更是承载着三大圣品经文篇章。 这是什么经文? 祖上路未免太恐怖了。 苏长青瞠目结舌, 军天竟然掌握了三大洞天的圣品经文, 传出去举世强者都会疯狂追杀他。 勿万道, 修万法, 难难难, 张大炮回应, 不过万千大道, 他只取一票。 承载万道的起源经文, 军天以前收获过大造化, 怪不得他能引动万道时, 木星想到了什么, 对于生命起源路有了崭新的认知, 在体内采种万道果实, 未来茁壮成长起来, 将会是恐怖滔天的战力。 当然, 这是无比漫长的路, 几乎不可能去完成的路, 故此生命起源路走一条大道, 未来也有非凡的成就。 不过军天早就看到了自己的路, 必须要修万道路, 再加上有个好师尊, 为他争取到了万物元时, 内部承载万道烙印, 解决了最大的难题。 时间, 万道, 底蕴, 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 嗡, 军天通体闪烁宝灰, 密密麻麻的金文符号笼罩了肉身, 如同化作横压天帝的战神, 天帝大道隐隐随着他展开脉动。 举手台足间, 军天似乎将天帝大道攥在掌心中, 爆发出滚滚的宋金音, 镇压力举世无双。 军天认为, 镇元金比大金杨金和大洲天星陈金, 都要深奥与可怕, 目前他得到了开篇, 后续的金文还需要参悟。 军天打出了镇元金的奥妙, 得到洞天之主印记承认, 眉心闪烁出一道紫金印记, 赫然是浓缩的镇元仙附印记, 囊括到他的精神石海。 开, 军天平静而立, 言出法随斑, 仙附大门开启, 绽放亿万神光, 璀璨滔天, 略霞如海, 恭迎四十九代洞天之主候选人入内。 成功了, 哈哈哈哈, 苏长青他们狂喜不已, 大造化就这样到手了。 军天宝像庄严, 雷木清朗的面孔闪烁光泽, 眉心印记沟通镇元仙附, 让其进入沉睡状态。 刹那间的流光, 这片世界恢复如初, 再也探寻不到镇元仙附的踪影, 连同内洞天消失的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军天立在内洞天中, 大秀一甩, 仙附流淌出一片不可抗拒的伪力, 将苏长青他们纷纷挪移到内洞天世界里面。 军天, 你该不会真的掌握镇元仙附了吧? 老六惊喜问道, 未来他们拎着大道圣宝, 谁还敢为难? 哪有那么容易, 军天摇头道, 想要彻底掌握镇元仙附, 最起码也要具备通天境的修为, 我现在只能算得上候选人而已, 不过候选人有资格控制仙附外围法阵。 现在给你大道圣宝你也发挥不出神威, 控制外围区域就外围区域吧, 未来这里就是我们的道场。 苏长青哈哈大笑, 很想体会体会30倍时间流速的好处。 别想得太好, 镇元仙附沉睡了万古, 残余的精华物质是有限的, 而要开启时间流速法阵, 所耗的底蕴会极大, 恐怕撑不住太长时间。 今天说到, 除非彻底掌握镇元洞天, 将内在的底蕴全面激发出来, 才能让仙附无时无刻进入时间流速中。 在军天看来, 反正镇元仙附是白得来的, 搞出十道八道圣宝本源修行才是王道, 可惜未曾如愿。 内仙附如同独立的小世界, 主洞天难以开启, 不过周围坐落的五大副洞天倒是可以开启传承空间。 镇元洞天的建造规模, 与天侠洞天完全不同。 张大炮行走在云征侠位的世界中, 五个副洞天皆是紧闭, 幸亏他们掌握神灵之眼和金龙宝印, 能开启副洞主道场。 空某, 一座尘封万古的殿堂开启, 宛若闯入福禄的海洋中, 里面陈列了上万余本道书, 都是福禄余脉的传承秘匾。 老六兴奋的首五祖岛, 可以说这里是他们祖上强者的修行殿语, 各式各样的宝书应有尽有, 足以让任何军阀都颤利的财富。 一个族群如果没有这些积累, 发展上肯定有局限性, 特别殿堂里面有副洞主的传承印记, 一座微型洞天, 对于老六接下来的成长至关重要。 镇园洞天的大神通, 有镇天印和镇园中, 苏长青青语, 道, 惋惜的是, 顶尖重宝镇园中落入了孔家之手, 那片宝藏空间我们无法开启。 金家祖上副洞主道场, 内部陈列的道书更多, 微型洞天自然也有, 相当于小型的主仙府, 让他们叹为官职。 这不过是部分宝藏, 唯有开启主仙府才能得到最珍贵的传承。 我要闭关, 沉淀万道底蕴, 军天盘坐在镇园仙府的府门前, 以印记感受圣宝运行痕迹的同时, 进入了一年又一年的深造中。 第274张万道体, 雄关, 横在血色荒原上, 雄伟壮阔, 时刻投发着无敌必败的神威, 俯瞰关外战场。 不过雄关已经平静了一二年了, 这是无比罕见的, 寻常每隔数月都会爆发一次大战, 不过自从超级收场结束, 冠军王捐赠五头王寿师还加过防守, 就再也没有爆发过大战。 雄关内都在传, 这一切都是冠军王的功劳, 是他重创了荒售一脉。 废墟已经平静下来, 丁阳荣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随着他在雄关的威望日益拔刀, 已经准备进入军部的长老层, 想要掌握实权。 金霄陨落了, 轰动性的消息传来, 在年轻一代的圈子里引发了惊涛骇浪。 金阳洞天今日举办了圣子册封大典, 已经有消息传出来金霄的神魂灯已经熄灭, 预示着彻底坠亡。 凶手是谁, 是人怀疑是仙人动弹的, 仙人动对这件事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目前成为了一桩悬案。 北极大帝的风暴结束已经三个月过去, 关乎蛮神祭坛, 顶层狠人, 废墟深处, 各大帝界已然沸沸扬扬。 千人动从未栽过这么大的跟头, 成片的精锐弟子陨落, 动天之主都隐恨了。 北极大帝依旧引人瞩目, 值得一提的是苏家的麒麟王随时都能复活, 引发了一场风暴。 麒麟王是何等存在? 雄关的建立者之一, 如果他陨落前真的留下了某种不可测的底蕴, 想一想都让各大军阀胆寒。 苏家已经被列为各大族群不可招惹的对象, 特别这一日苏长青回归雄关, 以最顶尖的天台境威慑各方。 又是一轮耀眼的巨星拔跌而起, 照亮了夜空, 任谁都能感受到苏长青积累的底蕴, 隐隐要贯穿苍穹, 打出了无敌神威。 镇元洞天数年闭关, 苏长青得到了可怕的成长, 追上了举世最强天交的步伐, 已经在球道通天领域。 哈哈哈哈, 军部中一群强者大笑, 目前来说东神州年轻一代中, 已经全面向着通天境展开冲刺了, 数年内肯定可以走出一大批顶梁柱。 俗话说, 一代新人换旧人, 恐须这批年轻强者都在展开冲关, 那么下一代雄关顶梁柱的培养, 可以提升日程了。 轰猛, 被夜色笼罩的雄关, 闪耀出战争光束, 雄雄燃烧, 十色巨大的擂台被军部激活, 同时昭告天下, 军后争霸战三个月后开启。 这是轰动天下的大事件, 苏长青清楚军天还在继续闭关, 希望他可以赶在之前沙巷擂台, 侧封军后。 让人生感心惊的是, 仙人动有强者赶往雄关, 传讯蛮尘仙很可能要参战。 蛮尘仙不是不来吗? 清月洞天这些势力的强者脸色不好看, 十八重楼一旦压来水与争锋。 这一届军后争霸战可以说被提前内定。 大错, 仙人动的弟子依旧目中无人, 强势放话, 希望狠人一脉可以参与进来, 仙人动的最强奇才, 想要领教这一脉的高招。 顶层狠人, 各大势力皆是轰动, 昔日顶层狠人的小徒弟放话, 要让仙人动没有蛮尘仙。 这一代的蛮尘仙震怒, 强势放话希望顶层狠人一脉有弟子出山征伐军后争霸战, 挽回仙人动损失的颜面。 顶层狠人, 到底是谁? 军部高层会晤, 数位大佬找到了冠军王, 希望他可以亲自出马, 找到师娘, 请动狠人一脉来雄关交流, 年轻一代较量较量。 简而易见, 军部对于狠人一脉无比感兴趣, 可以说是某种忌惮了, 显然想要和神秘势力展开交流, 更加希望可以拉到同一阵营。 冠军王表面上答应, 言称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师娘, 但是他的内心无比的恼怒, 恨不得把蛮臣仙衣巴掌给拍死。 这件事已经落幕了, 还去招惹他们干什么? 脑子被驴踢了吗? 如果狠人一脉和仙人动对上了, 你们说到底谁胜谁富? 雄关不平静, 有人出言道, 昔日在北极出现了一位修出十八重楼的逆天妖孽, 还有一位精彩绝艳的女子打出模糊的二十四株天, 你们说狠人还有没有更小的徒弟。 我不认为, 总觉得北极传来的消息太梦幻了, 这类英杰万捕难遇, 更何况一位接着一位都属于狠人门下, 太不真实了。 有人发表看法, 就算是顶层狠人不识人间烟火, 可他门下的弟子难道还能耐得住寂寞? 总之这一脉突然间问世, 太突然了, 我更觉得是假的。 不管顶层狠人一脉有多深的底蕴, 有多么强大的年轻弟子。 有老古董伴莫道, 自古都没有人可以扳倒仙人洞的无敌神话, 这一点不需要去质疑, 如果狠人一脉真的能来, 肯定会吃大亏的。 人们心惊肉跳, 想要问清楚原因, 这位老古董沉默没有言语, 顶层狠人来历成迷, 但仙人洞也深不可测。 从古至今辉煌漫长岁月, 仙人洞的强大程度绝非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否则满旋旗敢掌握乾坤布袋与清源开战。 不管怎么说, 山海雄关很快强者齐聚, 一场盛会将要开启, 是人期待能看到仙人洞和废墟深处的较量。 秋道是什么, 军法问道, 不同于从命轮、 吞侠、 神藏、 天人、 龙象五大关卡的修行过程。 这天地万物已道组成, 每一条道探索道极致都能发挥种种匪夷所思的神威, 都可以正上动天之主, 走向更远的路。 万道是什么, 茫茫万物因他而生, 因他而灭, 一条大道探索道极致以金蓝如登天, 更何况将万道梳理而出和其艰难。 启元金是祖上路的母金, 承载一切道法奥妙, 瓦块上至今闪烁的文字, 如同一片小宇宙在运行, 深不可测。 张大炮从启元金中梳理出专属于自身的路, 满身的大道裂痕快要痊愈, 若可时刻涌动出力之极境的波动, 欲要撕天裂海。 路道、灵胎、通天、道藏、洞虚、 龙象五重天、大道五重天, 祖上路路道南, 不仅仅是环境变了, 更缺乏经文指引, 而启元金包罗万象, 若能梳理出专属于自身的路。 军天盘坐在仙府世界中, 背后呈现出一道接着一道投影, 都是昔日洞天之主留下的无上印记, 被他疏离于显化而出。 他已经闭关了很长很长时间, 比他踏上修行路的时间还要漫长, 这也是军天首次在不需要担心时间的情况下前修深造。 公、军天的道横隐隐有些恐怖, 身躯如同正断了某种枷锁, 化作了绝世道体。 万物元石沉浮在头顶上, 撤响出万道之音, 回荡在军天的肉身内, 引动起原精在, 传出地震而发聩的吟唱之音。 空谋,天地颤抖, 模糊的道法如海在, 遮天蔽日, 简直形成了模糊的宇宙环绕着军天的机体, 将其衬托得高不可攀。 这经文, 沐星已经出关, 机体朦胧璀璨霞光, 体内隐约有甚微弥漫。 若非震源先辅的时空流速快要消失, 他真不舍得现在出关。 事实上, 他们看似过了许多年, 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 保持少年时代的样子。 军天的变化太大了, 如同化作了万道的载体, 不过运行的经文似乎不完整, 存在缺陷。 简而易见, 军天在万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只不过这篇经文想要修成依旧困难, 唯有万道熔炼成一炉, 才能算得上路道。 军天不急于一时, 近些年疯狂补充大道知识, 但是他认为还需要去承受大自然的洗礼, 去红尘世界中闯荡, 才能走通万道路。 空, 现在他取出了一座大顶, 内部沉淀的都是大道宝叶, 蒸腾出浩瀚的云霞, 撕裂了硝瀚, 渲染了苍穹璀璨夺目。 这顶内的宝叶堪称无价, 军天收集多次才搞到二百来斤, 身躯坠入里面, 全身机体绽放出炽热的光辉。 以大道宝叶洗礼肉身, 师弟在干什么? 张大炮吃了一斤, 龙象竟很难承受大道物质滋补, 入道即才有资格启用这些资源展开成长。 军天大口吞咽, 全身热气腾腾, 汹涌燃烧, 都要化开了一样。 他在修行万道体, 道法的积累暂时足够了, 现在需要补充能量, 沉淀出万道的精华物质, 囊括到肉身中。 万物元体全面爆发, 闪耀出一片壮丽河山, 蒸腾着大道祥瑞, 闪烁出万道光芒。 空谋, 海啸般的轰鸣之音传来, 这片河山在大道的沉淀下变得浩瀚, 透发着生命复苏的奥妙, 都飘起来一场春雨, 灌溉这方净土。 他掌握一门惊天动地的炼体法门, 木星看出了端倪, 大道精华聚那道肉身中, 呈现出一片异象, 如同盘坐在净土的囚道者, 身形渐渐雄伟。 一个月后, 军天的肉身蒸腾出黄金光辉, 晶莹的肉身覆盖道痕, 他像是化作一口大道兵器, 离运魂厚道极致。 这, 这是入道极的战力吗? 张大炮又惊又喜, 军天在滋补万道体, 血肉, 骨骼, 脏腑, 皮肉, 筋骨, 全部都被大道宝灰笼罩住。 同样这是一场可怕的进化, 生命体征在壮大, 精气在, 在军天的立身之地, 河山壮阔, 隐约投射而来模糊的宇宙星空。 军天如可怕的神魔奥利天地间, 脚踏河山, 头顶日月星斗, 像是站在一片专属于自身的世界中, 神威不可侵犯。 好似变成了道体, 木星星晶, 这类体质太罕见与非凡了, 任何一种道体都是上苍的宠儿, 修行路上一帆顺水, 成就不可限量。 与此同时, 军天昂首而立, 毛孔蒸腾出气血, 空梦一下子拔地而起, 化作垂天之云, 遮蔽了苍穹。 张大炮发呆, 钱能有些离谱了, 二十四诸天, 木星泥南着, 仰头望着凹利在苍穹之下的影子, 可怕的异象伴随着他而生, 像是二十四重天和横顿在天地之间。 而当一切回归肉身, 军天神采飞扬, 空灵出尘, 像是生命起源路上的佼佼者, 清澈透亮的毛子绽放神灰, 炯炯有神。 不过他的面容是凝重的, 让张大炮和木星指掌顶尖重保守护己身。 空, 与此同时, 军天的神魂出鞘, 抱着黑色原神珠, 与圣宝的运行痕迹展开沟通, 一瞬间好似坠入了万丈红尘中。 吃地当心, 圣宝痕迹深邃如海, 千万不要强求。 张大炮道, 或许能看清楚, 万古前北极环境恶化的原因。 军天神目如电, 神魂具备原神之威, 深层赐与圣宝痕迹交融, 感受到时空的变迁, 岁月的流失, 若没有原神肯定会耗尽在途中。 耿同于在追溯岁月, 观望大道圣宝的成长历史, 他扛着可怕的威压窥四道万古前的一角画面。 这里人节地灵, 瑞兽成群, 仙山大跃, 数不胜数, 北极历代强者辈出, 阴节无尽, 更是数个志强族群的发源地, 更有最鼎盛的洞天伏地。 然而某一日的深夜, 镇圆洞天的后山, 如同大堤坝炸裂, 暴雪翻腾, 黑雾滔天, 辐射整片北极大地, 引起了无数的大乱与恐慌。 怎么可能, 第275章文明火种, 万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世人仅仅清除北极一夜间环境巨变, 暴雪如海, 风暴肆略, 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过程中没有任何强者活着离开北极。 然而真相却让人毛骨悚然, 镇圆洞天的后山突然之间解体, 暴涌出寒霜, 像是可怖的地狱之门开启, 辐射整片世界。 今天惊骇玉绝, 在镇圆先抚监察天地的记忆中, 整片北极大地几乎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被暴雪全面覆盖住。 像是恐怖的宇宙寒霜飘散而下, 笼罩昔日的繁华世界, 淹没了大大小小的家族, 古城, 宗门, 军阀。 在这个过程中, 有修行强大的起源者撕裂虚空, 想要远顿离开, 但是可怕的是强大如洞天之主, 气血如海的巨头, 都难逃厄运。 洞天之主都被冻死了, 军天头皮发麻, 镇圆洞天的太上长老都无法抗衡, 全北极陷入黑暗暴雪中, 冻死了亿万生灵, 这是一场可怕的厄运, 让人绝望。 怎么会是这样, 军天难以置信, 镇圆洞天的后山到底埋葬着什么魔窟? 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寒霜飘了出来, 这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了, 难道是, 寒冤, 军天想到了什么, 或许这一切的答案, 都隐藏在寒冤的深处, 隐藏在镇圆仙子所在的神秘漩涡中。 吃地你看到了什么, 瞧见军天呼吸粗重, 额头固满了热汉, 张大炮还以为他受了什么伤势。 军天无力摆手, 唯有说什么, 他的面容有些苍白, 在真正的浩劫面前, 强者算什么? 就是一片劫灰罢了。 而这天地间的强者, 一切的道法都源自于生养他们的天地, 如果环境突然间发生了巨变, 是者生存才是存活之路。 军天突然间做出推测, 祖上路的消失, 会不会和神秘寒霜有关系? 一切都被冰封, 被掩盖, 例如现在的北极大地, 千年的时间过去才有外来者赶来探保, 留下了后代与传承, 又经历万年的积累才有了现在的北极。 那么如果曾经祖上时代遭遇过这等浩劫, 过程究竟持续了多少岁月? 军天之所以将北极的巨变与祖上路联系到一起, 是因为镇源仙子修行的是生命起源路。 他大胆假设曾经祖上一切都被冰冻, 漫长岁月后后世之人的出现, 研究出现世路的修行法门。 或许老神棍知道答案, 军天的眸子居然一缩, 鬼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大变, 特别他有种预感, 未来的冬域会不会和北极一样, 被寒霜冰冻? 寒霜在地下, 难道是祖上时代沉积在地下的寒霜? 军天突然头大, 越想越是心惊, 这件事有些恐怖了, 细思极恐。 胡乱猜测没有任何意义, 或许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军天深深吸了口凉气, 情绪渐渐平静。 就算浩劫来临, 唯有自身强大起来, 才能活下来, 熬过寒冬。 万道路的修行遇到了困境, 接下来他要展开磨练, 去蛮荒大山闯荡, 去天地和山中探索自身的路。 军天问起张大炮现在的情况, 能看出他的进步很快, 浑身都充满了力之极尽的波动, 轻而易举能爆发绝点战力。 总觉得缺点什么, 张大炮眉头微皱, 说道, 分明一切都梳理出来了, 但总觉得生命中少了一些东西, 也不能说是枷锁, 只能说和生命本质有关。 当年公主说, 东神州的环境存在部分祖上时代的面貌, 答案应该在废墟里面, 你们未来要去里面走一走。 沐昕走过来说道, 但是废墟难以涉足, 想要去里面寻找答案谈何容易, 早做准备吧。 今天心神一动, 瓦快能不能带着张大炮去祖庭? 他准备做实验, 张大炮如果可以走得通的话, 张远山肯定也能去祖庭, 去接触祖上留下来的起源台, 说不定可以撕裂关卡, 再创新高。 只不过瓦快现在没有能量, 等待回归天霞洞天盗取部分, 就能展开这场重要实验。 我们该走了, 军天扫十四周, 道, 镇源洞天的时间流速快要消失了, 等待下一次来希望能顺利收走他。 老六已经提前一步离开, 他前修了六七年, 得到了副洞主传承, 成为入道及顶峰强者, 距离塑造道家灵胎已经很接近了。 将龙有了蛮神纪台, 成长速度会更为恐怖。 离开了镇源洞天, 临近寒冤区域, 王屋, 角秦秦非常的不情愿, 不想回归寒冤, 更不想看到镇源仙子。 从这里通往寒冤, 需要穿越一片深邃的虚空道路, 这是军天第三次闯入寒冤, 他和张大炮都可以顺利通过。 木星被卡在了门外, 军天私负了一些, 以前昆布带房品收走木星, 将它顺利带了进来。 这片世界, 张大炮发呆, 昏尘的深渊与以往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 不过却有着浩瀚的生命起源波动在荡漾。 军天很敏锐洞西道, 生命复苏的波动浓烈了很多。 故地重游, 军天然内心有了很大的震动, 立身在这片世界中, 好似从冬眠中醒来, 缓慢走向生命复苏的时节。 事实上, 如同长时间在这里闭关, 跟随这片世界展开成长, 军天认为绝对可以看到全部的生命起源道路。 不过时间上等不起, 环境的改变是相当漫长的过程。 师兄, 这片世界很非凡, 有机会一定要将师孙带到这里来, 说不定能带给他重大的启发。 军天因姿勃发, 通体生命活性, 由内而外绽放出强大的生命体征, 与寒冤产生了很深的共鸣。 一路前进, 通过时节, 闯入被茫茫黑雾遮蔽的神秘空间中, 纷纷感受到若隐若现的勇迹波动。 脚琴琴浑身汗毛倒树, 警惕扫十四周, 当没有发现镇源仙子的踪迹, 这才松懈。 为何情不自禁地要伤心? 沐昕迷难着, 站在这里, 他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 这片世界徘徊着无尽的悲凉, 像是有久远年代的祖辈在耳边哭泣。 他忍不住伤感, 心情非常的压抑, 快要喘不过气来。 张大炮感同身受, 曾经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时空都难以磨面徘徊在长空的绝望情绪, 以至于让后世之人都觉得站在最绝望的土地上, 心情极致的压力, 都生不起抗衡的欲望。 这事, 沐昕映住了, 大眼睛看向暗金色石塔, 他矗立在这里, 高耸到星空中, 他体上刻满了花鸟鱼虫, 洪荒异兽, 太古鲜明。 我的亲娘, 他师生, 围绕着石塔巡视, 发出颤抖的话语, 这是一座传承塔, 完整的传承塔。 传承塔, 你曾经见过类似的传承塔, 今天金玉, 曾经他在里面收获过传承, 来含冤最大的目的是得到后续的法门。 沐昕心惊不已, 当然, 但是我从没有见过如此规模的传承塔, 这太非凡了, 你不知道, 传承塔多数都是残缺不全了, 完整的价比天高, 更谎论如此规模的传承塔。 曾经沐昕探索过古老的遗迹, 闯荡过神灵的藏地, 遨游过海外仙岛, 挖出过传承塔, 内部刻录着至高的传承神术, 每一座问世都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 这天地间没有横骨长存的大教, 唯有永恒不朽的家族, 但是传承塔不同, 唯有古老的神灵才有资格铸造, 留下它的传承与绝学。 木星对面前微额巨大的传承石塔深感震撼, 道, 这座石塔简直是至高的传承塔, 是一个种族留下的宝贵财富, 可以抗衡一切灾难与大祸, 就算是这片世界灭绝掉, 传承石塔有朝一日也会重现天日。 今天大吃一惊, 认为传承石塔是火种, 即便是天翻地覆, 世界崩塌, 传承石塔永世不朽。 师弟, 我以前好像听起师孙提起过, 张大炮想到了什么, 说到, 他曾经碰到过一座残缺不全的传承塔, 就在废墟里面。 看来你们的师孙研究组上路, 和传承石塔有极大的关系。 木星对传承石塔无比的推崇, 更认为只要接触石塔, 修行观念会发生巨大变化。 时间传承石塔, 大部分都是祖上时代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存在极高的研究价值。 他尝试推动石塔大门, 可惜塔门微丝不动。 祖上木的石塔, 我们才能推开吧? 今天问道, 不会的, 任何有潜能的人族强者, 都可以打开石塔, 收获里面的传承。 木星看起来相当兴奋, 银白的玉手爆发出强盛无比的光芒, 他极致复苏正向塔门, 果真将其推开了。 如此规模的传承石塔, 能同时间让许多修士接受传承, 我先进去了。 木星一脸幸福冲了进去, 张大炮爆发到最强状态, 顺利推开了塔门, 闯了进去。 等待塔门重新闭合, 军天双臂齐阵, 轻松打开塔门, 再一次闯入了曾经去过的战场世界。 杀, 一望无垠的战场, 喊杀声传来, 激烈恐怖, 荡漾出毁天灭地的能量狂潮, 压在军天面皮上, 差点形神俱灭。 战场浩大, 广袤无垠, 在这里没有边境, 连有后方, 没有支援, 世界原始与蛮荒, 唯有神魔般的可怕强者才能生存。 一片末日般的景象, 苍茫大地, 雪流长河, 战火燎原。 时间回归到了祖上时代, 远方传来铺天盖地的可怕波动, 一头遮蔽苍宇的巨大神鸟横过大地, 毛子冰冷, 摧毁部落, 以猎杀人类为食物。 群山大月间, 各种强横的生物频繁出没, 千奇百怪, 或凶恶滚滚, 或神圣如仙, 或如神魔可步, 或如厉鬼般阴森。 这是一片无尽种族并存的大时代, 彼此坚步和睦, 相互厮杀, 争霸地盘, 生存环境恶劣到了极点。 杀, 海沙生更为激烈了, 远远望去, 那是一片人族部落, 在恐怖物种横行的世界中岌岌可危, 但却透发着恐怖的生命奥妙。 一群头发如野草的人族先被在嘶吼, 穿着兽皮衣, 气血滔天, 抬起手摘掉宇宙中的月亮, 沙向四面巴荒冲来了各类洪荒猛兽。 这里的战斗无比艰难, 唯有后方, 唯有补给, 唯有死战到底, 才能守住一片部落, 确保后代能从这里繁衍生息。 啊, 大吼声荡破云霄, 战况艰苦, 许多老强者都被生死了, 一些参战的孩子都被巨兽吞走, 更有神圣如仙的外敌大沙特沙, 屠杀人族一脉。 军天的拳头紧握, 虽然仅仅是一脚流血的战场, 激发出他满腔的怒血, 恨不得拎着大脊冲上去参战。 他们都是祖上英杰, 修行生命起源路的强者, 不过军天能看出, 他们的生命起源路似乎不完整, 还没有彻底摸索出完整的经文法门, 一切都在探索阶段中。 这段艰苦的岁月早就不为人知, 在这里没有温室中的花朵, 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 只有砥砺前行, 与万族厮杀。 我仁族, 不败天地, 有强者吸走漫天日月星, 拎着恐怖的大骨棒, 百战不灭, 铁骨铮铮, 碧腻四面八荒横积而来的可怕物种, 发出大吼声。 后代子孙永济于心, 人族, 不求仙魔, 不败诸神, 不求天道, 尊的是己身, 修的是生命起源, 要做就做万灵之长, 第276章万道是天土, 遥远的岁月虽然一去不复返, 但依旧有震天的喊沙声摇动历史长空, 徘徊在石塔空间里面, 震荡到灵魂深处, 令人久久难以自拔。 起源经不单单是一篇经文, 更可以说是刻录着曾经人族的血泪史, 从创法到完善到成经, 绝对是无比漫长的过程。 军天心神颤抖, 那更是数不清的先烈, 在无穷险恶的环境中通过厮杀, 与恐怖物种血战, 与神魔角逐梳理出来的。 军天子又觉得北极已经很苦了, 但是和祖上时代的经历算什么, 他真的想要闯入那片战场, 经历一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环境改变人生, 无穷压迫中打开肉身宝藏, 曾经的人族没有完整的起源经, 若小的族群生长在神魔争霸的世界, 随时都会灭绝, 但那些精彩绝艳的祖先不甘现状, 在厮杀中开创经文, 完善经文, 鉴定出生命起源路的基础。 起源经在祖上时代, 是整个种族最强的传承火种。 原本, 军天想要通过石塔看完整片祖上历史, 特别他觉得那是最原始的时代, 一切的道法都要创造, 一切的传承都要积累, 如同混沌开天的大时代, 白隔蒸流。 然而, 石塔仅仅呈现出一角战场画面, 再也没有其他的。 今天心绪难平, 这座石塔断然是祖上时代传下来了, 纵然天崩地裂, 纵然曾经的一切都失去了, 但文明火种依旧在。 石塔能保存得如此完整, 不存在任何的缺损, 价比天高。 空, 军天满枪战学汹涌, 披散的长发乱舞, 犀利的眸子冷电四射。 他不再平静, 暴涌出最强的战力, 引动石塔空间震动起来。 这片空间完全不同了, 恐怖的战场再一次显化, 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 这片战场仅有一个挥发少年, 昂首而立。 来吧, 军天立在无垠的大地上, 仰头望着漫天恐怖生物, 发出一声大吼。 这些千奇百怪的生灵, 有背负羽翼的战神, 三头六臂的妖魔, 恶魔多姿的女仙, 庞大凶猛的巨兽。 万灵显化, 斜着蔑视波动一头接着一头横击而来, 在这里他们都是人族的敌人, 你死我活, 不存在任何的情感。 吼, 背负十二条巨翅的神鸟横击而来, 撕裂虚空, 都引爆出虚空大猎斩, 简直能扫下来漫天大星, 轰杀可怕的敌手。 在这里军天是弱小的, 渺小的, 卑微的。 但他骨子里透着顽强, 发丝如暴乱舞, 充满了百战不死的信念, 横空而去, 杀象批下来的神鸟。 结果是血淋淋的, 军天的身躯爆裂了, 连一丝完整的心血都不剩下, 炸成血雾, 灵魂被撕裂, 飘散在天地间。 面临真正的绝顶强者, 军天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惨死, 被打爆。 觉悟飘散在战场上, 在这里军天拥有不死之身, 很快重塑肉身, 体内沉淀着可怕的杀意, 源自于刚才披杀他的巨兽。 军天爬起来, 神情冷酷, 战体燃血, 扫射着漫天可怕生物。 空某, 一头黄金赤胜的庞然大物从天而降, 像是十万大山镇压而来, 禁锢了军天的肉身, 压制住他的寸寸血肉, 让其再颤力。 这是生命体征自我的反应, 当面临强大的生物完全不能自主, 军天面临血腥震杀, 肉身再一次解体, 炸成血光。 这是收获传承必须要经历的残酷考验, 当年祖上先被从万灵中取法, 完善起源经, 踏上生命起源路的征程。 从这里可以看出, 人族的肉身是弱小的, 难以和万灵争锋。 但是, 人族肉身蕴含无穷的潜能, 只要不断进化生命, 破茧而生, 孕育出全新的战体, 才能成为俯瞰天地的强者。 吼, 可怕的吼声传来, 军天的身躯剧烈颤抖, 他被吼碎了, 这是无比残酷的死法, 成为一片劫灰, 随风飘散。 现如今军天在这里众走祖上路, 众走祖上时代面临的难关, 重新感受万灵的可怕与残忍, 激发出骨子里的血性。 杀, 军天发出一声大吼, 他很弱小, 但不代表会恐惧, 眼睛都红了, 迎接可怕的敌人, 他们的生命层次。 军天觉得这将会是他生命起源路上的转折点, 环境改变了, 举世格局都变了, 但是通过石塔回归祖上时代, 宝金困苦, 礼礼前行。 空猛龙, 整片战场都被鲜血染红, 一头接着一头生物横击而来, 来自不同的种族, 带给军天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了。 军天一次接着一次生命凋零, 残区崩断, 炸成雪光。 就算是他的意志再可不, 也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无时无刻都活在毁灭中, 但却感受到肉身在极致压抑中蜕变。 无休无止的杀伐, 从未停下来过, 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军天都有些混恶, 他彻底杀红了眼, 满腔的战血熊熊燃烧。 但是他的任何反抗都是苍白无力的, 深刻认知到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天骄命剑如指, 唯有不断挖掘肉身潜能, 才能抗衡朱天大劫。 空谋, 军天流血的肉身赤裂一片, 体外燃烧着黄金神光, 布满了金文符号, 显化出万道光辉, 胜炼如利剑出鞘。 虽然依旧模糊不清, 但是与之前相比沉淀了一层恐怖的生命物质, 投射出师山雪海的异象, 显化出诸天万灵横空的画面。 军天已经把握到了传承, 过程是无比残酷的, 他已经遗忘了时间, 遗忘了一切, 唯有死战到底。 沙阿, 军天如同闯入了祖上时代, 成为纵横天地间的原始人, 身躯朦朦出生命起源光泽, 轰蒙一下子横向苍穹。 他被无情缅爆, 敌人是一位神圣的仙子, 美丽的不像化, 如同绝代仙魔, 一巴掌将他阵裂, 生命断层, 进而大溃灭。 翁, 军天在流血的大地上重塑, 背后闪耀出万灵的光泽, 像是盗取了万灵的生命法则, 聚纳到肉壳中。 来吧, 军天把握住关键点, 不再浑恶与痛苦, 化作百战不灭的战神, 冲向苍穹, 迎接一次接着一次死亡挑战。 虽然每一次他都爆碎了, 但是有外族的生命烧印在骨穴中, 在配合起源金香互印证, 浑身充满了浴火重生的奥妙。 毫无疑问, 这时万物倒在完善, 虽然还没有彻底重塑, 但是这场考验为军天打下了牢不可摧的基础。 军天都不清楚他陨落过多少次, 不过生活是非凡的, 使他不仅存在传承, 更存在壮大生命本质的底蕴。 军天通体光芒大盛, 肉身命轮盛开, 里面沉淀着大道精华, 储藏着万灵的影子。 这是起源金的霸道之处, 将万灵生命储藏在体内, 开辟出肉身宝藏, 最终能以道承载祭出, 爆发出无上绝学。 万道是天图, 什么是生命起源, 囊括一切的法则秩序, 宇宙精华, 茫茫万劫, 茫茫万物, 茫茫万象, 体如宇宙, 可化诸天万灵。 事实上, 祖上时代从万灵中取法, 才缔造出起源金这片 博大精深的母精。 见如今军天在这里反推起源金, 由凡入简, 不仅掌握住了万道是天图 这门矿是绝学, 更将起源金的理解攀登到 崭新的高度。 空某, 军天浑身毛孔喷发万灵之光, 形成了巨大的图腾遮天蔽日, 遥望入道领域, 欲要化作真正的万道杀法。 军天的生命体征地 从骨子里发生了改变, 蛮荒于可怕, 生命威压浓烈, 每一个眼神都犀利无比, 像是从最困苦的环境中 闯出的神魔。 渐渐地, 战场归于平静, 诸天万灵消失了, 唯有军天独立在天地间, 发肆乱舞, 谋如冷电, 惊起神直冲消汗, 像是俯瞰战场的神王。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得以平复, 将杀戮与战役折服在体内, 恢复了往常的状态。 原来这就是起源今, 军天发出这样的话语, 原本以为自己的积累足够了, 现在看来他差了些, 入道之前必须要奠定最强基础。 龙象领域还需要深挖, 生命前置还需要成长, 成了12天刚, 18重楼, 24珠天, 不过是未来到法的体现, 军天真正要做的是挖出生命起源路的奥义。 所以说, 环境真的可以改变一切, 现在的生命起源路和祖上时代不同了, 军天认为他要去战场, 去经历更残酷考验, 在雪与火的淬炼中挖掘出最顽强的生命力。 咔嚓, 推开了石塔大门, 发现沐昕和张大炮已经出来了。 已经两个月了, 你究竟到底得到了什么传承? 沐昕问道, 银白的面孔散发美丽笑容, 显而意见他的收获相当非凡。 我收获了一门祖上传承绝学, 军天惊叹, 石塔之行如同梦幻一场, 回归现实顿感来到不同的世界中。 全集他发现张大炮的体质完成蜕变, 肉身如同黄金胶筑而成的, 布满了道痕, 宛若一口重宝矗立在天地间。 我得到了一篇金刚不坏之躯修行法门, 可以将我的肉身锤炼而成不坏体。 张大炮的金刚体已经得到升华, 现在他的肉身坚硬的堪比普通重宝, 未来锤炼出不坏体更为强盛。 一定要让师尊来一趟, 他肯定能收获更强的造化。 军天说到, 传承石塔源自于祖上, 等同于巨大的藏金阁, 里面更有一系列的培养手段, 称得上祖上留下的最强火种。 这时间, 军天看了眼深处的大漩涡, 眉头微皱, 镇原仙子迟迟未曾出现, 不知道他的身在何方。 军天无法临近寒冤的深处, 被一层可怕的物质封印了, 顶尖重宝都难以撼动。 我们该启程了, 一行三人离开寒冤, 横渡离开镇原洞天。 随后, 军天赶往雪原镇, 屹立在大峡谷上, 遥望自幼长大的小镇。 不知道小妹现在怎么样了, 军后争霸战她应该会参加, 到时候我们可以见面了。 军天缓缓摘掉了青铜面具, 露出眉目清朗的英俊面孔, 她望着家乡, 思绪万千, 过往的一切纷纷浮现在脑海中。 神念扫过雪原镇, 发现镇子里面藏龙卧虎, 她孤策有皇家的强者在这里守株带兔, 景家的人绝对也有。 军天的眼神有些冷, 想要冲过去把这些人全部击毙。 不过军天最终还是沉默了, 每一次出手难免暴露过往的痕迹, 现如今已经有人将她和顶层狠人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更需要折服。 嗯, 突然之间, 军天的神念扑捉到一抹阴冷的波动, 眸子遥望一片坟地, 看到一位穿着黑袍的影子, 掀开一个个小坟头, 张嘴吸走关中尸骨沉淀的湿气。 天寒地冻, 黑袍男子以棺木中的湿气为能量进步, 他的内心无比的恼火, 踏破河山都没有找到云天的踪影, 回去很难向丁阳龙交差。 第177章军天的战力, 军天从未见过如此邪门的修行法门, 惊得他都毛骨悚然, 差点呕吐出来。 这是什么怪物, 军天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以死人的骨头为能量源泉。 极恶程度颠覆他的认知, 原本军天想要深层次观望, 却发现黑袍强者已经修出了原神, 阴森的目光扫来, 露出一张七面獠牙的争鸣面孔。 军天从头梁到脚, 这竹简直不能称之为人, 像是活了漫长岁月的古诗。 张大炮, 黑袍男子的原神荡漾而来, 他没有认出军天就是云天, 不过发现了张大炮, 眼神顿时冷了下来, 顺道解决这位祖上结徽。 一个青年獠牙的怪物, 张大炮扫视黑袍老者, 这竹如同沉睡漫长岁月的狮魔在转醒, 翻腾出海如海的湿气, 刹那间恐怖滔天。 空谋, 苍王雪原都在颤立, 整座雪原镇都被震动了, 不过这里面的百姓已经很少了, 某些院子里面蛰伏强大的起源者, 其刷刷走出来。 自从神一样的少年重回北极大地, 黄天雄亲自坐镇雪原镇, 希望能顺利将他给活捉。 不过他也被远方的尸气给惊动了, 师生道, 难道是一句上古歧尸? 如此邪恶的法门不是早就灭绝了? 在山海雄关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歧尸霍乱天下的人间惨剧, 各大军阀的陵园都被挖开了, 数不清的尸骨被骑尸吞走。 当年那件事闹腾出的风暴很大, 激怒了各大强族, 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联手剿灭了骑尸一脉,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黄天雄没想到时隔数万年, 能在这里看到一具修行强大的骑尸, 漫天的尸气都形成了黑色云层, 像是绝世妖魔将士。 黄天雄神目如电, 遥望大战方向, 脸上的表情瞬间精彩万分, 因为他发现了没有佩戴青铜面具的军天。 他果真会回来的, 黄天雄低吼, 眼珠子雪红一片, 要说举世最恨军天的绝非金家, 而是皇家。 毕竟第一个发现镇园洞天的就是皇家, 如此大造化就这样拱手让人, 每当回想起这些皇家高层垂胸顿足, 恨不得活寡了军天。 特别对于黄天雄而言, 他更是恨透了军天, 他的亲子黄龙虎被绑架, 从而遗失了大雷天精, 这件事的负面影响极大。 虽然大雷天精没有传遍天下, 不过黄天雄受到了责罚, 都被赶出了家族高层。 当然这些也就算了, 当年他大刀阔斧要为黄龙虎举办一场殷婚, 但是结果竟然被半道上给劫走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丑闻。 当年黄天雄想了很长时间, 认为这件事肯定和军天脱不了干系。 此刻, 黑袍男子跨越虚空而来, 俯视着张大炮这三位, 冷冽道, 云天在什么地方? 你是什么人? 张大炮脸色阴沉, 面前的黑袍男子无比强大, 如同青色神金柱成的躯壳带给他致命的危险, 鬼知道他活了多少年。 军天心神一动, 难道他和天霞洞天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般邪恶的修行法门, 肯定被世人不容。 黑袍男子挥动大手, 震碎了虚空, 呈现出绝顶通天境战力, 都要阵列整片血缘世界。 金刚不坏, 张大炮肉壳黄金赤胜, 复活体甲, 黄玉小印在体内散发审威, 打出强大一击迎上黑袍男子的大手。 空谋, 两只大手撞击在一起, 漫天的风雪都炸成黑空笼, 雪地上崩出了黑色大裂缝, 远方的雪山都在发抖, 能量振幅相当吓人。 咦, 张远山果真把顶尖质宝送给了你, 不过你的实力则会具备天胎镜。 黑袍男子有些惊讶, 眼底闪出一抹贪婪, 大手一击接着一击向下镇压, 打得张大炮肉身乱颤, 都要裂开。 黑袍男子每一击都法力滔天, 更遑论肉身强大绝伦, 顶尖重宝一时间难以压制。 啾啾, 凤鸣声传来, 沐昕挥动了凤尺神锤, 轰出一条遮天蔽日的神皇, 从天而降, 扑向黑袍男子的身躯。 什么, 又是一口顶尖重宝, 黑袍男子大吃一惊, 两大顶尖重宝联手非同小可, 全面压制了苍穹, 震得他肉身猛烈摇动, 口鼻流淌出恶心的黄色浓血。 黑袍男子张嘴喷出一口青色珠子, 这是一口高等重宝, 将他全身的湿气推动起来, 但却无法撕开顶尖重宝的压制。 原本军天想要祭出真龙大吉, 以三大顶尖重宝镇压黑袍男子, 不过没想到杀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黄天雄带招数位年轻强杀来了, 他没想到军天身边的朋友都掌握顶尖重宝, 不过现在有上古骑士牵制住, 给他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黄家的人, 军天巡视着他们, 扑出道大雷天惊的波动。 军天, 我的儿媳在哪里? 黄天雄发出低沉的话语, 这件事已经被他列为平生最大的耻辱, 他曾经花费了很大力气都没有找到莫寒。 儿媳, 什么儿媳, 军天愣了愣, 军天, 都死到临头了就别装傻充愣了, 你以为还能有人来救你吗? 一位黄家年轻强者站出来, 还声道, 滑稽的东西, 还神一样的少年。 呵呵, 如果北极的人知道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杂鱼, 毕生都无法入道,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跟你有个屁的关系, 军天冷眼扫是他, 玄吉诗笑道, 你们不说我还真的忘记了, 当年我在折龙城外劫走了莫寒, 他现在可是我的人, 和你们黄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黄天雄目自欲裂, 那可是他千挑万选的儿媳, 原本要陪伴他儿子长年地下, 可却发生了天大的丑闻。 长老, 不需要你出手, 我们直接就能将他镇压。 五位入道极强者杀来了, 祭出各种刀枪棍棒, 他们不会斩杀军天, 挖出他的秘密收获肯定无穷大。 吼, 军天发出一声大吼, 肉身翻腾出恐怖的圣光, 像是一座不朽神炉在爆发, 璀菜如大日, 漫天的风雪都化开了。 他虽然不是入道极, 但是沉淀的底蕴太强大, 一声大吼天崩地裂, 十倍战力复活的情况下, 圣光撕裂云霄, 挤满了天地, 他如战神临世。 天侠圣树, 黄天雄脸色狂变, 紧接着发出一声低吼, 我明白了, 你就是云天, 原来是你, 啊, 我足天雷体是被你给干掉的。 他本想要杀上去阻挡, 但是军天的战力太凶狂, 充满了可怕的生命威压, 如同天然的道体在发狂, 吼碎消汗。 啊不, 五位入道极的修士都颤立, 这是什么样的潜能? 他隐隐们看到了模糊的二十四诸天在写话, 压得他们绝望。 空谋, 漫天的霞光呼啸而过, 蒸腾出模糊的万道之光, 震碎了一位接着一位入道极强者, 龙象径直接炸成雪雾。 疯了, 活着的人都在颤立, 这是什么样的怪物? 还不是入道极竟然可以打出恐怖一击, 更将天霞胜术推动到遮蔽苍穹。 军天发肆乱舞, 瞳孔中杀意如刀, 充满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一个脚步冲上去打出一片圣光, 如洪水过境, 碾死了还活着的树未起源者。 黄天雄脸色难看, 这个年轻人的成长历史未免太变态了, 这才多少年竟然能沉淀出如此深厚的道行。 在雪原阵等着我到来, 你们以为我军天还是曾经的军天吗? 军天神情冷漠, 刚才没有动用任何的底牌, 凭借自身的战力崩坏了入道极。 阵源先腐七八年的积累, 传承石塔地狱级的试炼, 铸就了现在的军天, 浑身都写着强大的生命威压, 俯视着黄天雄。 妄想和大人物厮杀, 你还不行, 黄天雄不怒自威, 毛孔喷吐出粗大的雷电, 到家灵胎震动起来, 茫茫雪原都在轰鸣。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军天的气势狂变, 发肆乱舞, 体甲在复活, 构建出内天胎, 翻腾出的盛光茫茫万丈。 可敢揭我一拳, 军天如永恒神炉在燃烧, 挥动拳印, 龙银震天, 拳头上浮现出一条苍龙, 黄金璀璨, 空穿了漫天压来的闪电, 杀向黄天雄的本体。 两门神通运行, 与内天胎内祭出, 强大如黄天雄都颤立, 多年不见军天已经不是曾经的军天了, 战力强大的足以镇压大人物。 哦, 黄天雄祭出一口大顶向前压来, 不过直接被军天掌握的真龙大脊撕开了, 这又是一口顶尖重宝, 吓破了黄天雄的胆子。 他掉头就逃, 什么都顾不上了, 唰, 军天运行缩地成寸, 鬼使神差出现在黄天雄的面前, 满身的霞光, 轰隆一下子铺天盖地, 笼罩了黄天雄。 你到底得到了什么造化? 黄天雄发出悲狂的嘀吼, 这才多少年不见, 军天已经强盛到了这等领域。 特别他掌握三门神通, 天霞圣树和真龙九十已经修成了, 漫天都是霞光与苍龙, 压得这片血缘都在颤立。 你猜, 军天淡魔道, 数年前大人物将他追杀的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但现在他掌握体甲, 持着真龙大己, 能绝杀大人物。 通天境之下, 军天不需要忌惮任何强敌。 自然要多谢你们皇家的成全, 军天挥动真龙大己, 展向黄天雄的头颅。 去死, 空蓝之间, 黄天雄的掌心涌动出禁忌光泽, 飞出来一口银色小刀, 轻而易举可以撕裂虚空, 显然是一口禁忌宝物。 军天汉毛道树, 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口银色小刀块的惊人, 已经化作一道银色闪电, 斩向他的头颅。 刀还未来, 他的脖子已经崩出了血痕。 翁, 轰然之间, 藏在军天命轮中的乾坤带张开口子, 落作可怕的大黑洞轻微的吐纳, 一下子将银色小刀吞了进去。 乾坤不带, 黄天雄僵硬在原地, 面容无比的恐惧, 瘫痪在地, 他竟然是顶层狠人的弟子。 第278章最强天才战将至, 风雪浩大的世界中, 众宝神威频繁振动, 闪耀出恐怖的光辉, 都压向了折龙城方向。 张大炮和穆辛各自执掌顶尖众宝, 联手压制黑袍男子, 任由他通天彻地, 法力滔天,短时间被镇住。 军天矗立在天地间, 灰发乱舞, 通体光辉赤圣, 形成了天霞圣光在猛烈。 天霞圣术乃是天霞动天震动神通, 未能强大绝伦, 一旦发起狂盛光崩云, 淹没苍雨, 打出来的神力堪称无穷无尽。 他俯视着黄天雄, 能看出他眼中的恐惧, 这位曾经军阀高层强者都在颤立, 头皮都要炸开, 绝没有想到他是顶层狠人的弟子。 强大如仙人洞都要暂避锋芒, 顶层狠人更是夺走了蛮神祭坛, 引起了轩然大波, 黄天雄真的没想到昔日雪原镇走出来的少年, 能和顶层狠人有关联。 你, 黄天雄腿脚发软, 他被吓住了, 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从未如此不堪过, 清楚提到了铁板上。 但是他有疑惑, 如果军天真的攀上了这株大树, 以顶层狠人的强势他为何还要隐姓埋名? 难道, 黄天雄的内心闪出离谱的想法, 难道一切都是军天自导自演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废墟深处, 他就是顶层狠人? 空, 军天脚踏长空, 两大顶尖重宝在体内运行, 透出的威压是黄天雄难以抗拒的, 肉身都在寸寸崩断, 快要炸开。 不, 黄天雄一脸痛苦挣扎, 那时那漫天的神威太赤圣和压抑了, 身躯已经全面破裂, 即将血枯而亡。 阁下还不出来, 难道还想让我请你出来吗? 军天冷漠的目光扫向前方的虚空, 这里面还折服一位大人物, 起先军天还真的没有发现, 但是他洞悉到大周天星辰经的波动。 唰, 折服在虚空深处的强者脸色大变, 一下子横步到远方, 要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你跳得掉吗? 军天挥动真龙大脊, 打出一片神光, 撕开了整片虚空, 借射出一片血光。 啊, 锦家强者惨叫一声, 身躯坠落下来, 到家灵胎都被真龙大脊给撕出裂痕, 这让他从头凉到脚, 这口兵器未免太凶了。 黄天雄已经被军天强势踩爆了, 锦家的强者发出惊恐的吼声, 别杀我, 我是新月洞天的长老, 曾经培养过芸汐, 轰, 军天一个耳光冲了上去, 打得锦家强者残躯崩裂, 布满了可怖的伤痕。 混账, 军天你敢如此对待我, 他满身鲜血, 是一位老年人, 发出凄厉的吼声, 考虑过后果吗? 芸汐未来可是我们锦家的儿媳, 闭上你的臭嘴, 当年锦子轩以小妹的安危威胁我, 你们这一族分明知道了内情, 竟然和金家联手要杀我。 军天双目弩争, 挥动真龙大吉斩爆了锦家强者。 嗡, 军天惊讶的是, 锦家强者神魂发光, 轰然之间拔跌而起, 与漫天星辰产生感应, 引动出浩瀚的星空牵引力, 裹着残魂要冲向苍穹。 散, 军天言出法随斑, 身躯沐浴着星河神芒, 身躯璀璨如大星, 镇压住漫天经文奥妙, 将残魂拘了过来。 大周天星沉浸, 锦家的强者头皮发麻, 军天怎么可能掌握星月洞天的圣品经文? 军天懒得和他对话, 神魂扫出一片魂光将他的残魂击毙, 同时他拎着真龙大吉, 杀向了战场中。 三口顶尖重宝, 黑袍男子无比的惊恐,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怪物? 强大的军阀都拿不出三件顶尖重宝, 但是他们各自掌握。 杀, 军天发出一声大吼, 冷酷如神魔, 复活真龙大吉, 扫出两条岸金色的真龙, 形成巨大的龙茧, 杀伐力绝世无匹。 不过让他心惊的是, 黑袍男子的肉壳无比坚硬, 顶尖重宝紧紧打出一片伤痕, 未曾将其给震碎。 这个老东西肯定有天大的来历, 别杀他, 将他镇压了拷问出来历。 张大炮寄出黄玉大印镇压住黑袍男子, 通体的伤痕更多了, 流淌出的浓血无比的恶臭, 简直就是一头万年历鬼。 在三大顶尖重宝的压制中, 通天境的老妖魔难以体敌, 他自知逃不出去, 眉心的元神轰弄一下子燃烧起来, 爆发出的光芒贯穿苍穹, 呼啸出漫天毁灭光雨。 不好, 他要自爆元神, 今天的双眸大征, 竭尽所能复苏三口顶尖重宝, 形成巨大的道法秩序空间, 遮天蔽日, 全力封印。 元神自爆引动出来的魂力无比恐怖, 动辄可以争担汪洋, 他们以重宝全力镇压, 深刻感受到通天境临死反驳的恐怖程度。 通天境就是通天境, 翻江倒海般的神威不断打来, 若非掌握顶尖重宝他们会被活生生镇死。 尽亏我们有三件顶尖重宝, 否则真的让他轰开了逃生之门, 这头老妖魔未免太果断了, 他到底什么来历? 张大炮脸色阴沉, 老妖魔的元神粉碎, 千年獠牙的残驱无法作乱, 被他们阵列, 流淌出令人作呕的黄色浓血。 万里迢迢来这里找我, 肯定和丁家有关系, 难道是丁家丽? 今天眼底闪出冷光, 丁家丽丢了圣元宝伦, 岂能善罢甘休, 要我看不是他就是丁羊蓉。 他们没有在老妖魔身上找到身份证明, 再加上远方敢来一批强者, 只能远顿离开。 唰, 最先赶来的是一位黑袍强者, 扫了眼残驱四分五裂的同伴, 他的面容无比的难看。 是谁干的, 这头口鼻喷吐湿气的强者一时坚响不通, 只能带着他的残驱迅速离开。 紧接着一位为强者横肚而来, 纷纷发现了黄天雄和丁家强者的蚕尸, 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两位顶尖军阀的高层成员毕命, 注定是一场风暴, 特别黄天雄曾经是黄家在北极的掌权者, 闹腾出不小的风暴。 当晚, 锦家就来了一批强者, 以锦园海为首, 降临这片流血的雪原世界。 难道是军天丹的, 半年前神一样的少年回归北极大地, 锦家便有一位长老来到雪原镇, 想要守株待兔等待军天回归。 结果半年后传来的消息, 竟然是隐恨在雪原镇之外。 不可能, 这是什么大场面, 岂能是他可以参与的。 大场面, 他见的大场面还少吗? 锦园海面容冰冷, 道, 军后争霸战快开启了。 芸汐参与的消息举时皆知, 绝不能让军天和芸汐碰面。 左右不过是乙重, 修行的又是祖上路, 怎么就找不到? 锦家另一位强者怒发冲冠, 仅此宣誓他们都看好的后代, 未来更能和强大军阀联姻, 就这样被军天当街打死。 大长老得知这件事也非常的恼火, 锦子宣是他的直系血脉, 这些年都对芸汐冷淡了些, 显然不除掉军天很难放下这块心病。 锦家想把芸汐绑在自家战车上, 如果是以前他们不会为难军天, 但是现在不同了, 锦子宣被当街打死, 激怒了锦家一些老古董, 当年五大强者降临北极就是想要解决军天。 这些事情锦家更不可能让芸汐知道, 死无对症才是最好的结果。 不过按照芸汐的成长速度, 她的人生绝非锦家可以左右的, 故此才迫不及待想让她和锦天完婚。 咚咚咚, 一阵接着一阵钟鸣声传来, 北极大帝各大学院同时间振动谷中, 传遍北极大帝。 军后争霸战已经倒计时了, 军顾号召天下, 想让举世奇才都前往雄关参与军后争霸战, 我感觉能杀入前一百名都算得上 举世无双的天交。 三大军后之争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知道蛮臣仙会不会和狠人一脉打起来。 军后争霸战已经酝酿了多年, 现如今还有十天就要展开举办, 席卷出来风暴越来越激烈。 各大洞天福地皆有隐士的太上长老, 培养出的绝顶龙像前往雄关参战, 不单单是军后头衔之争, 杀入前一百都能得到军部海量资源培养。 最强天才战快要来临, 暴雪城, 终日飘雪, 从未停止过。 这座古城居民极少, 属于北极苦寒之地, 像家村的人就隐藏在暴雪城里面。 军天一行三人踏雪而来, 进入一座宅院, 里面别有洞天, 去行法阵遮天蔽日, 满神祭坛就坐落在当中。 哈哈哈哈, 军天兄弟你们来了, 已经大半年过去, 像家人渐渐从悲痛中走出, 几十位强壮年的修行进步奇快, 日日夜夜坐在祭坛上, 共遇满神之力。 像龙还没有出关吗? 张大炮扫视前方青铜色的祭台, 聆听到了古老的吟唱之音, 像是新一代的蛮神在渐渐走向复苏。 像龙在深层次闭关, 像胡也通过了考验, 进入蛮神祭台里面修行, 他们的成长速度都非常快, 言称可以和蛮神祭台合一, 无时无刻感受蛮神老祖宗的道果。 一位老人发出感叹上, 近些日子也听到了外面发生的大事, 没想到祖上辉煌到那种层次, 称得上人族部落最强大的守护神。 看来他们在入道, 短时间不会出关, 我们先行回归冬域吧。 沐昕说了句, 旋即大眼睛扫向中围, 惊讹道, 君天哪! 怎么一转眼就没人了? 君天哥哥刚才走了, 一个年级不大的女童跑来, 仰头望着沐昕, 翠生生道, 说是去会一个朋友。 贵朋友, 沐昕正了正, 嘿嘿, 师弟可以避开我们, 在北极该不会有什么老乡好吧? 张大炮摸了摸蒸亮的脑门, 非常猥琐地笑了起来。 可恶, 众色轻扭, 沐昕哼了一声。 第279章重逢, 军后争霸站还有十日就开启了, 君天离开北极前, 想去探望故人。 他乘坐虚空虫动横渡到折龙城, 来到云雾山庄, 不过这座庄园显得死寂沉沉, 满地枯叶,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清扫了。 他心神微沉, 找遍庄园没有发现老人的踪影。 问起旁边住所的居民, 皆是言称已经有些时间没有看到过老人。 君天有不好的预感, 山庄老人已经是垂暮之年, 身边更没有后人照料, 难保会发生什么意外。 窝屋, 小琴琴从君天怀里爬了出来, 金色大眼睛望向残背后的坟地, 这让君天的面容惊变, 迅速走过去以神魂扫视, 发现山庄老人躺在里面。 怎么会这样? 君天失声, 山庄老人葬在了坟地里, 乐无声息, 没有一丝的生命迹象, 难道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间? 君天有些失魂落魄, 老人对他的帮助很大, 特别当年君天在残碑中得到了传承起源仙体。 虽然他不是江宁雪的亲爷爷, 可是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人世, 君天的心情无比的难受。 江宁雪恐怕都不清楚将他养大的老人去世了, 君天心绪难平, 下了山买了下纸钱, 在残碑前烧了起来, 哭作了一天一夜。 最终他跪下来行晚辈之礼, 道, 老人家一路走好, 晚辈已经梳理出了万道路, 等待全面组合就能走通这一条路, 到时候我再来看您。 君天是行事果断的人, 压下内心的伤感, 前往龙脉之地, 取走了孕育出的两滴龙脉精华。 君天离开了, 在山脚下遥望云雾山庄, 最终来到一个顶尖生商盟中, 开启了虚空虫洞, 前往一座繁华的古城。 北极风暴已经散去, 不过两位仙人洞的弟子被斩杀在城门口, 至今还被人提起。 君天来到这座古城, 他现在还记得, 当年被玄门洞天的强者推演, 一路上东躲西藏, 将沐寒放在了这座古城中。 现在时间一晃, 已经三年了, 已经是深夜了, 来到一片凡人居住的街道。 他扫十四周, 闻到了熟悉的饭箱, 悄无声息接近目的地, 站在一家包子铺的门口, 望着在里面收拾桌椅的女人。 莫涵穿着宽大的黑色衣袍, 遮掩了傲人的身材曲线, 半张脸隐藏在阴帽里, 生活过得非常朴素。 君天感到心酸, 她本是城主的女儿, 却被父亲不喜, 又被当作筹码卖给了皇家, 和皇龙虎结因婚。 君天室就走了莫涵, 但北极根本没有她的容身之地, 她躲藏在凡人居住的街道中,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日子过得多半不如意。 莫涵, 君天轻雨, 在夜色的笼罩中身 曲泛着一层淡淡的金灰, 她缓缓摘掉了青铜面具, 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孔。 莫涵的身躯僵硬, 也猛地偏过头, 望向屹立在门口的灰发少年。 碰, 她拎着的扫帚吊在地上, 掀开衣帽, 乌黑秀发飘散下来, 她睁睁望着君天, 脸颊上渐渐绽放出美丽的笑容。 回来了, 莫涵呢喃着, 一步步走了过去, 君天走进包子铺, 关上了店门, 里面的光线非常昏暗, 不过面前的丽人敷若凝枝, 闪烁晶莹的光泽, 一双秋水眼某宛若一汪春水, 泛着令人心颤的眼波。 莫涵走了过来, 紧紧抱着君天, 眼角流出两行轻泪, 无声无息的哭泣, 讲哭就哭出来, 别压抑着, 君天一头坠入了温柔梦中, 他很理解莫涵, 以他的相貌很容易招来是非, 这些年生活的提心吊胆, 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他害怕皇家又把他抓走, 更害怕他们将自己抓起来去胁迫君天。 这些年他从未离开过这片街区, 担心君天回来找不到自己。 莫涵的修行已经到了吞霞境, 当年他们分别前, 君天留给莫涵一些资源, 还有部分灵胎时。 我没事, 莫涵紧咬着红唇, 她是非常要强的女人, 望着面前神一样的少年, 精神有些恍惚, 不知不觉间君天已经是横行天下的强者了。 你不该抛头露面, 太危险了, 莫涵这段时间听说了许多是和他有关的事。 无妨, 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弱者了, 未来迟早可以走向巅峰, 光明正大面对各大势力。 君天笑了笑, 可是, 我曾经听说洞天福地很强大, 仙人洞更为强大, 你一个人是单力薄的,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莫涵不了解君天经历了什么, 但是知道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极人, 在外面根本没有什么依靠。 哈哈, 我现在有了师孙, 很强大, 就算身份泄露出去, 他们也不敢明面上把我怎么样。 君天和莫涵说了许多事, 能看出他对外面的世界也非常向往。 君天想让他去东域发展, 雄关不比北极, 黄龙湖也已经陨落了, 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位曾经的豆腐西施我去只能会给你添麻烦, 在这里也挺好的。 默涵展颜一笑, 眼神无比的复杂, 他知道君天很快就会离开, 不知道下一次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听说军后争霸战要开启了, 你会去参加吗? 默涵突然问道, 那肯定是风云忌讳的超级争霸赛。 会的, 君天点头道, 还有我的小妹也会去参加,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重逢了, 默涵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下, 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 他望向面前的角色丽人, 在北极除了苏长青他们, 默涵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默涵犹豫再三, 最终忍着内心的情感摇头, 他不想给君天添麻烦, 更不想因为自己给他带来危险。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了地方, 君天拉着默涵, 趁着天还未亮, 乘坐虚空虫洞, 再一次回归折龙城。 现在默家已经不复以往神威, 若非默雨拳是入道极巅峰的强者, 成竹浮枣就一竹了。 经历数年的发展, 默家恢复了一些元气, 但远不及以前。 你是什么人, 胆敢强闯我默家。 默家一匹护卫冲了出来, 拦住了走向关底中的少年。 君天大修一甩, 十几位护卫像是一片尘埃飞走了, 坠落在城外。 默家的祖老全部都在颤立, 这是什么样的神通? 归一辉衣袖打飞龙像, 简直深不可测。 现在的默家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全族大乱, 一群族老如临大敌。 君天拉着默寒的御守, 一路上平静向前走来。 默寒没想到君天会带着他来到这里, 他恨透了整个默家, 当年母亲因为默雨拳的狠绝头和自尽, 这更让他伤心欲绝。 君天没有大开杀戒, 从容与镇定, 无视了关底开启了几十重大杀阵, 独对四面八荒情绪紧张的默家修士。 以他现在的强大, 别说是默家了, 就算是十个默家绑在一起又能如何。 这一刻, 默雨拳从修行逆世中走出来, 他神威灵灵, 眸子闪出冷电, 望向立在关底中的灰发少年, 以及被黑色长袍笼罩身躯的神秘女子。 默寒的身躯微颤, 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默雨拳, 没想到现在以这等情况对立。 你是什么人, 默雨拳的脸色阴沉, 我来了断一场因果, 君天牵着默寒的御守, 淡淡道, 你自己自财谢嘴巴, 否则我会踏平整个默家。 你狂妄, 默雨拳勃然大怒, 浑身暴涌冲万众道痕, 向着君天展开雷霆镇压。 然而迈步而来的少年越发的恐怖了, 激荡出山崩海啸的声响, 整座默家棺底都在摇晃, 大批的建筑物都在抖动, 成片的族人承受不住发抖。 什么, 默雨拳头大如斗, 感受到到家天胎的波动, 他发出震撼性的话语, 您是谁? 我们默家什么时候招惹到您了? 当年你调派家族杀手在狩猎场通缉我, 这笔账你我需要清算。 今天通体光芒大盛, 笼罩了这片空间, 淡淡回应, 我来取走你的向上人头, 你没有意见吧? 你, 你是, 默雨拳头皮发麻, 内心疼出一抹大恐惧, 刹那间爆发出极限战力, 撕裂虚空欲要逃走。 哼, 一声冷哼, 如同天雷撤响在默家棺底, 默雨拳的身躯轰猛一下子坠落下来, 砸在血泊中, 痛苦抽搐。 怎么可能, 默雨拳的内心充满寒意, 这才多少年, 当年的少年竟然离谱到这等层次。 我说了, 我来了断一桩因果, 今天居高临下俯视着他, 淡淡道, 默天雄已经毙命, 你还是不要继续挣扎了。 什么, 默雨拳感到恐惧, 扑通跪下来, 低吼道, 当年我也是迫不及待, 被默家利用, 才会出此下策。 他猛地咬牙, 抓起一口长剑, 斩断了自己的臂膀, 苍白着面孔道, 我现在自断一臂, 能否得到您的原谅? 家主, 中围的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被军天的神威压制住, 他们赶到大祸临头, 每个人都恐惧到了极点。 强大的家主, 折龙城的城主, 竟然自断一臂谢罪。 亦有一批族人趁乱逃走, 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默家。 默涵, 你觉得呢? 军天偏头问道, 默, 默涵, 默雨拳头皮发麻, 跪着走向前去, 望着黑袍女子冒颜下熟悉的面孔, 产生到, 女儿是你吗? 默涵沉默了一会, 道, 以前我说过了, 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了血脉关系, 你不再是我的父亲, 我和默家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说完这些话, 默涵的心里都在流血, 当年就是眼前这个男人, 让他穿上嫁衣, 去坟墓里面陪伴黄龙虎。 女儿, 为父错了, 真的知错了, 默雨拳跪地磕头, 像是疯了一样道, 当年都是黄家胁迫我这么多做的, 还有你母亲, 你给我住嘴。 默涵气得发抖, 捡起地上的兵器恨不得将他给杀了, 但是他最终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面前的男人终究和他有斩不断的关系。 默雨拳的面目突然争鸣无比, 抬起大手攥住了默涵的喉咙, 宁笑道, 放我走, 否则我杀了他。 默涵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他的心彻底死了。 默雨拳威胁, 他觉得可以逃出去, 然而没想到面前的少年, 在出生朝霞的笼罩中, 如同跨越祖上而来的金色神灵, 每一个眼神都让他颤力。 第二百八十章战争号角, 默雨拳感到恐惧, 他活了快二千岁了, 从未有过发自灵魂颤力的时刻, 觉得在被矗立在苍穹下的神奇凝望。 军天的精气神已经绝非往日可以媲美的, 浑身充满了恐怖的生命威压, 显然他在生命起源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真的是死性不改, 军天神情冷漠, 真龙大脊稍稍震荡, 默雨拳身躯扭曲, 差点炸开。 与此同时, 军天的神魂爆发出灿烂光辉, 震裂了默雨拳的眉心, 在他的神魂上布置下一层封印。 你对我做了什么? 默雨拳头皮发麻, 神魂封印一旦完成, 他的小命就被军天捏在了手中,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默寒缓缓站了起来, 脸颊冷若寒霜, 彻底看透了默雨拳丑恶的嘴脸。 默嘉宜系列高层成员, 全部都被军天封印了神魂, 同时他分成一缕神念烙印在默寒的眉心中, 只要他心念一动这些人会神魂碎裂。 默寒, 未来你就是折龙城的城主, 军天一言一行都透出大威严, 平静的话语如同惊雷乍响在每一位成员的耳畔, 默家所有高层祖老都在颤立。 没有任何人胆胆反抗, 面前的少年战力太恐怖, 况且小命被攥在手里, 现在只能选择臣服。 城主, 默寒愣住了, 他从未想过争权夺利, 只想过上平静的生活, 苦点泪点没关系, 他没想到军天让他成为了城主。 拜见城主大人, 诸位祖老跪在默寒面前, 其余的人情绪惶恐, 连忙跟着跪了过去。 默宇泉面如死灰, 他明白彻底完了, 过往的荣耀与权是全部化为乌有, 一切都被夺走。 默寒本想要摇头拒绝, 但是想到军天的遭遇, 未来就算是冬域天翻地覆, 折龙城未尝不是一条退路。 军天也突然坚决地, 应该去缔造属于他们的势力。 苏家有苏家的事, 他们有他们的事, 向家村可以搬移到这里来, 折龙城未来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总之他对默寒是绝对信任的, 不过一个弱女子掌握折龙城谈何容易, 未来肯定要面临诸多的难关。 默宇泉, 我现在不想杀你, 还是折龙城人人敬仰的城主。 军天冷漠道, 但你给我听好了, 神魂上布置的是原神封印, 一旦妄动行神俱灭, 当然你如果能安稳百年, 我可以还你自由身。 前辈放心, 默宇泉如果胆敢对默寒小姐不敬, 我等绝不会轻饶了他。 默家有五位祖老看清楚了现实, 更可以看到默家在军天的支持下, 未来肯定能走得更远。 其余的祖老反应过来, 连忙表示支持, 默宇泉也是能屈能伸的, 百年而一很快的, 未来他还能得到自由身。 记住了, 默寒少了一根头发, 默家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 军天眼中冷光四射, 接着, 他取出几样宝物送给了率先表忠心的祖老。 我等必将全力辅佐心的城主, 几个祖老狂喜, 这些可是价值恐怖的重宝, 有了这些底蕴完全可以统治方圆十万里。 其余的祖老毁的肠子都清了, 这些赏赐可是有误到担的, 他们没想到军天才大气粗, 背后绝对有超级势力支持。 夜幕降临, 默家如同往常一样运行, 没有任何风波传出去。 今天, 你这样待我, 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换得清。 默寒换上了一袭蓝色长裙, 乌发垂落柳腰, 修长的躯体躯线起伏, 坐在房间中望着面前的灰发少年。 自从走上修行路, 默寒荣光焕发, 一瞥一笑艳丽四射, 秋水眼眸水波荡漾, 预体透着芬芳香味, 显然沐浴完毕。 近距离观望这位足以攻魂夺魄的豆腐西施, 军天不由得一笑, 这辈子还很长, 才刚开始, 未来如何谁能说得清? 默寒太了口气, 我的修为太弱了, 就算想要帮你也有心无力。 他清楚军天的处境, 一旦身份泄露会招惹来很大的麻烦, 仙人洞肯定会第一时间找上门了解顶层狠人, 还有悬门洞天, 孔家, 皇家, 秋行很好解决, 军天双目大争, 精神时还闪烁出一道接着一道恐怖印记, 这些都是镇元洞天的洞天之主留下来的, 每一道印记都代表着无上传承。 翁, 印记贯穿到莫寒的眉心中, 他的身影朦胧出璀璨的光芒, 短时间气质大变, 如同高高在上的女王, 艳丽爵士, 充满了高不可攀的威严。 洞天之主的传承印记, 这是无价的传承, 顶尖军阀都渴望得到的, 更是镇元洞天的底蕴之一。 今天将48道印记全部看透了, 现在他将一道印记的精华打入莫寒的精神石海中, 留下了一枚倒印, 足以让他展开全新的成长。 事实上, 这些印记都蕴含通往洞天之主的路, 非洞天之主候选人不可得。 镇元洞天洞天之主的传承结晶, 莫寒短暂的消化, 内心被深深震撼, 望着军天道,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因为我相信你, 军天回应, 这世上他相信的人是有限的, 他在享有朝一日举世真的没有立足之地, 那折龙城就是他的退路。 莫寒芳心微颤, 在他眼里军天就是一团迷雾, 现在得到这句话让他觉得无比的踏实。 这些年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莫寒依微在军天的肩头上, 曲卷着雪白的大长腿, 他在这世上举目无亲, 仅有军天。 我身上的麻烦太多了, 总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 军天太了口气, 不要这么说, 患难与共才有真情意, 莫寒的脸颊略微泛红, 眼波罪人, 鲜艳的性感妩媚, 胸姿伟岸。 军天望着莫寒, 手掌抚摸着他柔顺的青丝, 指尖划过美艳的侧脸, 修长的脖颈, 精致的锁骨。 两, 莫寒的眉腿紧交缠在一起, 呼吸略微急促, 胸前泛起一阵波涛, 攻魂夺破。 昂昂, 轰然之间, 震天动地的号角声传来, 震动苍茫雪原, 传地向一座接着一座古城, 即便是折龙城的城门都自主浮现出虚幻的剧中, 传出古老的号角声。 仅仅小半天的时间, 北极大地全面轰动, 古老的号角声传遍天下, 越来越高昂, 越来越宏大, 最终整片北极大地都在共振。 这事, 军天脸色惊变, 他感受到了可怕的召唤, 满腔的战血都在, 要去参战, 去厮杀。 北极大地全面轰动, 战争的号角声一旦传遍天地, 预示着超级大战将要开启, 山海雄关肯定面临可怕的危险。 太突然了, 雄关遭遇了什么, 竟然吹响了最强号角。 举事皆颤, 最强号角从雄关传出, 但凡路径之地, 所有的古城都会自主鸣动号角声, 一天之内可以撤响在整片东神州。 浩瀚的人族部落被惊动了, 各大顶尖军阀都成片, 已经遥望到雄关点燃的封烟, 如海一样在浩荡。 雄关号角传遍天下, 不仅要所有低势兵与军官回归雄关, 更在招募新兵。 各大地借战役滚滚, 成群成群的年轻修士奇刷刷地冲出来, 每一个都占血, 发出大吼声, 这是保家卫国, 建功立业的时刻。 我要启程, 前往雄关, 报名参军, 正来荣耀, 光宗耀祖。 快去, 各大古城很快开启了运兵通道, 杀海雄关绝对遭遇了最强困境, 杀过去守卫家园, 途径荒兽, 养我人族之威。 杀啊, 北极的风暴已经被全面点燃, 各大军阀的强者匆忙率领军队返回东域。 谁都清楚号角声传来, 一切的事情都要放下, 全力镇守雄关, 阻挡荒兽铁骑。 别说是北极了, 东神周各大动天福地, 皆有号角声吹响, 影响力无比的恐怖, 闭关的太上长老都走了出来。 一天之内, 全世界震动, 数不清的兵马冲出, 军部打开了万座运兵通道, 一天之内可以争调而来千万雄狮。 莫寒, 我要走了, 军天留下了龙脉神叶, 以及劲宝银色小刀, 神声道, 雄关危机, 身为七尺男儿岂能坐视不理。 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逞能, 活着最重要, 雄关的战争号角已经很多年没有吹响了, 关外战场更是强者的买骨之地, 一旦卷进去必将遭经历最恐怖的厮杀。 天才, 在那种格局中都市被猎杀的目标, 潜能越强承受的死亡风险越大。 不用挂念我, 过好你的生活, 军天冲销而上, 背后展开银色巨翅, 身形划过苍穹,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暴雪城, 和张大炮他们会合。 当心呀, 莫涵灰着手, 站在窗前, 眼底涌出一道热流, 他也不知道为何哭泣, 总觉得这一次分别未来再无重逢之期。 哈哈哈哈, 军天仰头一声大笑, 豪气万千, 震动了整片夜空, 紧接着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们下午后, 谢谢大家的观看,